第671章精通和屠若书满籍交流术的魏馆主 为了防止遇到对面势力的人 需要交锋 魏渊把剑背了起来 而后出门的时候 问过了博物馆现任掌勺大师傅元爵晚饭需要什么 元爵把记录下的菜单递过去 魏渊若无其事地问道 对了 我在修行的时候 阿良平时吃些什么 有好好吃饭吗 元爵斟酌着语言 道 诸葛武侯 嗯 他很挑食 大和尚最终决定实话实说 非常非常挑食 历史里面他好像最后就是不怎么喜欢吃饭 不过那个时代吗 可以理解 行军列阵肯定是大锅饭 就是开小灶也好吃不到哪里去 最后肯定就不怎么喜欢吃 宁愿饿着 也不知道是谁把他的嘴巴痒得这么刁 不过现在他属于没事就喜欢吃零食的那种挑食 尤其喜欢甜食 那种酸酸甜甜的果腐 以及蛋挞和点心是他最喜欢的 难道说是因为大脑运转需要大量的能量补充吗 可是这样他很容易蛀牙的 现在他身体中状态也就是17岁左右 大量吃糖粪 以后去牙医那里拔牙怎么办 大和尚忧心忡忡 武侯要跑的话 谁也抓不住啊 圆爵 你是老妈子吗 怎么想到那么远的 为渊嘴角抽了抽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迟疑到 那我在修行的时候 阿良吃龙井瞎人吗 啊 圆爵疑惑 母猴喜欢甜口的 那种清淡的饮食他很不喜欢 就连茶他都更喜欢口味浓郁的红茶 为渊 无声回忆起清醒之梦中和煮酒音强吃的的少年某主 博物馆主陷入沉默 而后咬牙切齿 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 阿良你果然是故意的对吧 和煮酒音强吃的 非得撩拨他 你怎么会这么皮 等我回来 看我削不削你就对了 卫馆主恶狠狠地盯了一眼少年某主的屋子 耳朵听到了咔嚓一声 毫无疑问某白衣某主已经直接把屋子给繁锁起来 未冤无可奈何 和原爵说了一声 一定要给阿亮把营养配足 什么青椒 香菜 绿色蔬菜 全部加上 不准挑食 之前 爵和太气山神前往西王母留下线索的地方 得到了昆仑御书 又从和屠若书里面看到了未来 后来爵离开的时候 选择让太气山神将和屠若书所在之地封禁起来 未冤多少算是昆仑山神 勉勉强抢是山神一脉 根据爵说过的方位 再加上太气山神的神力简直就和一路上大卡车的远光灯一样扎眼 完全无法忽略 魏冤也是因此而担忧 开明寿也是昆仑神主之一 归下肯定有昆仑一脉的神灵 太气山神的神力封禁 对那边也算是指引 对于开明寿来说 简直就是把大爷进来玩啊这几个字都写脸上了 魏冤心中吐槽 斟酌之后决定先把和屠若书的事情解决 然后再说上龙虎 一方面是因为严重程度上 显而易见是和屠若书的分量更重 龙虎山什么时候上去都行 另一方面是对于魏冤来说 比起面对老天师那种你特么又来了 的惊慌愤怒眼神和屠若书更简单点 前者魏冤是会自责的 某博物馆主会发现原来自己良心还是很有分量的 扣者的话大不了一斧头的事情对吧 不过魏冤在靠近的时候 还是选择分出一道分身 从大道上飞走 携带着足够强烈的气息 而本体则是用出引气脏型的手段 缓缓靠近以防万一 悄悄的进村打枪地不要 魏冤心中自我调侃 右手扣着剑 太气山神的封禁没有变化 但是即便如此 魏冤在踏入其中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放松警惕 而是隐藏气机缓缓靠近 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手段 甚至于不在七十二地煞之中 属于常规道法 归类于以法力强化人体本身机能的方式 所谓的道门弟子 因为创造者的缘故 属于那种看上去是远攻 其实你靠近了会被反手一巴掌拍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的那种 道行起是如此不变之物 依法力强化肌肉纤维 哪怕是个一米五的小萝莉 也可以扛着山追着你跑 因为魏冤现在怀疑 道门被创造出来的基本原因就是为了以后和大荒死磕 所以道家弟子被迫跟着那帮荒神一起内卷 如果从开战的角度看 就会发现 神舟道门在整个世界的超凡体系里 完全是奔着全能特种兵的培养方式去的 从打坐练气 阵法打叫 到练单住气 远攻进战都得会 远攻就用法术 近距离就拔剑 反手一巴掌胡脸 正手一巴掌俘路 单打独斗士六边形战时 一起打架还有从两一阵到周天大阵等人数不等的围殴战术 当然老祖先是这样想的 但是耐不住有些家伙在修行了这些法门之后 思路走偏 拿着以法力强化人体器官机能的思路跑去不甘正式 为冤法力混杂神力 让双耳捕捉声音的能力强化 以他的实力 能够让自身的耳力提升到昆仑妖兽的程度 当然 法力消耗其实也不少 让魏冤觉得这些法术构型已经有些落后了 其实魏冤倒是觉得 现代道门和科技的结合还是不够多 如果能够用法力构造微型雷达多好 什么虎拳 螳螂拳 既然是模仿发力技巧 还有剑指剑掌之类以身体模仿冰刃的招式 那为什么不可以有机枪拳 以人体肌肉 法力强化 模拟这些人组武器的法力方式 比如说 往后比武的时候 某乃扎子拳新牛派之AK47门大弟子 某乃虎是坦克横面门 某家乃行义门弟子 主修行义炮拳之83是130毫米火箭炮 主张以火催气力 全如火箭炮 一定很有趣 干脆到门针修观想法天向地的时候 直接观想大蘑菇弹好了 以身化形 化作和武 一拳一脚 尽为和报 而这个时候 里面果然传来了交谈的声音 魏冤杂念一收 注意力集中在里面 而后伴随着对于声波回荡的把握 哪怕是闭着眼睛 也能感知到里面发生的事情 何图洛书前 站着一名气息暗沉混乱的男子 何之前暗杀魏冤的极为相似 何图洛书上浮现出了一桩桩画面 声音缓缓低语 竟然是来自于那一座被西王母搜集来的何图洛书 掌音默然高远 带着神灵的飘渺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我可以给你天下最美的美人 可以让你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 我可以给你指点一座小千世界的空间方位 让你去那里作为一介开山之祖 那石碑的声音仿佛神灵高高在上 但是 你又可以给予我什么 背负命令来到这里的神将 此刻反倒是被干扰晃动了心神 他自然无法提出让石碑满足的条件 但是玄机他就意识到了一点 这毕竟只是一座石碑自己完全可以把石碑带走 他五指伸出直接将石碑射去 石碑里的情绪波动浮现出一种隐藏的轻松 终于可以离开了 那名神将带着痛快的微笑转身便走 一出门却看到一名身穿黑衣 又臂扎着黄金的青年 笑容温和客气 打了个招呼 哟 你好啊 吃了吗 神将神色惊恶 反手将石碑抛向身后 掌中长枪猛烈的刺出 贯穿 魏冤反手直接已抓住枪封下的部分 脚步微踏 将这枪夹在叶下 悬伸而转 枪身被折出一个触目惊心的弧度 那神将怒吓一声 掌中长枪猛的爆出剧烈的力量 足以一枪刺出 将一座山移为平地 或者说直接将一座城市的市中心区域基成废墟 但是就在他爆发权力的时候 亲口突然一通 低下头的时候 看到一柄剑洞穿了自己的腹部 这 这是 被被刺者中将成为被刺爱好者 就像是吕凤仙的乱世乐子人成长趋势 魏冤发现这样要比起正面交锋轻松的多 最重点是 可以隐藏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全力出手的话 难免会暴露出自己的战斗风格 前面是分身 那神灵金木 掌中长枪猛的超后刺杀 枪尾有仿佛装饰的烈焰尾端 此刻却仿佛化作蛟龙 撕扯天地灵气 猛烈地刺穿了那被刺自己的存在 脸上松了口气 玄机凝固 背后的被刺者消散 而全力一搏的神将此刻瞳孔收缩 抬起头 看到那被刺光的博物馆主神色温和 眼底忧伸 自己完全看不穿 在交手的时候 自己一开始就落入他的设计 猜错了 很遗憾 你刚刚至少翻了三个错误 一只手在下一刻捏碎了他的咽喉 而后卫馆主直接烈焰神通 天雷轰顶 扭曲天机 然后一把火直接焚烧了 骨灰都给扬了 顺便再在骨灰上做了标记 如果有谁过来的话 就可以直接围点打圆再割一波耳 一边善后一边吐槽 这样谁准的神将也敢派出来 这样的脑子连他都不如 在竹九英那里恐怕是直接不及格 还没见面就被扬了 在和竹九英 以及阿亮对局处于连一场都没有赢过的卫馆主 对这个神将的脑子产生怀疑 而在他反手把神将真邻居出来 直接塞到自己清醒之梦里交给那帮老帮菜拷问之后 看向了和图洛书 和图洛书安静死寂 仿佛就只是一块破烂石头 却在以肉眼无法判断的速度缓缓挪移 挪移向一个阵法的地方 只要到那里 只要到那里 啪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直接按在和图洛书上面 带着微笑的博物馆主抚身下来 还有你 呆着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和图洛书居然会说活 稀罕 真的是稀罕事情 和图洛书毫无半点反应 无情 漠然 高远 仿佛刚刚魏冤隐蔽气息在外面听到的一切都不是他说的 直到魏冤反手掏出一把行天府 和图洛书上文字和画面一乱 先前那高远 扩达的声音重新浮现 磕磕 没有想到居然被您发现了 英俊万分 天赋横溢 绝世无双的管主啊 您是在找我吗 魏冤 无声手里的行天府微微转动 道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 哪里哪里 在您面前 哪还有什么桀骜不驯 只有老老实实的小洛啊 魏冤嘴角抽了抽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和图洛书那种高描默然 洞穿一切的声音能够说出这样狗腿子的语气 虽然来的时候 就已经猜测 毕竟是西网母收藏的 或许比起其他的和图洛书颇有不同 但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这么个性 不过这个您 究竟是指得魏冤自己 还是说这把白森森的行天府 魏冤富匪 拎着斧头 我问 你答 哎 好了 可图洛书 可以孕育一时吗 可图洛书迟了下 道 本来是不能的 我们的本体远远超过了天才地宝这个概念 无法诞生神石 但是被拆分开之后 全能概念大幅度降低 反倒是符合了天才地宝的范畴 能在机缘巧合之下生出灵智 毕竟 连山东大葱都能成妖怪 石头里能出猴子 我们没办法成妖也太奇怪了 确实 自古以来 鼓舞成妖的完全不在少数 天才地宝里更是会诞生神志 最顶尖的天才地宝和图洛书不能的话 反倒太奇葩了 魏渊突然想到 既然说有石头妖怪 有器物化妖 不知道航母舰队能不能成精 比如来个三千年的清淡金 信鱼 或者钱 魏渊收射住自己的杂念 想了想 询问了一个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 和图洛书 是谁拆分的 这个机缘巧合之下 诞生灵智的和图洛书沉默 而后带着回忆过往的茫然道 我们原本的本体 乃是天地人之之一 代表着天的浩瀚和对未来的把握 和代表生灵的全知 代表着大地脉络的洞察 十方处于同一层次 甚至于更高 也因此 权能太强 不会诞生灵智 有一天 有个叫福西的男人和我说 我们的力量太强大 勘测未来 奠定命运基石 一旦被操控 就相当于有人能自源头扭曲命运 对于三界的危险太大了 他胜在我太危险 太强大 强大到整个世界 没谁能阻止我的预测 哪怕是他都在我推演的未来之中 魏渊道 然后呢 和图洛书悠悠道 然后他反手就把我拆了 魏渊 无声和图洛书邀灵迷难道 他拆我的时候 还说 你看 没料到吧 看来和图洛书也不是全能的 有漏洞就更容易被利用了 不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既视感 难道说这种羽王鉴定术 其实是伏羲鉴定术吗 招式的渊源更古老了啊 混蛋 魏渊沉默了下 转口问道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跑 他询问 你刚刚以利益诱惑那神将 又偏偏给出苛刻的要求 就是要他忍不住贪欲带你走吧 以及 之前展示给绝的未来里 为什么我会死去 和图洛书沉默 而后在魏渊局起斧头的时候 悠悠道 当你预料了十万八千个未来 足足八成的未来都会被接下来到来的一个家伙拆了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跑 魏渊看了看自己的行天府 毫无疑问 这个在十万多个未来里面 足足八成的可能性都会把和图洛书拆了的 就是他 尴尬道 那不是还有两成吗 和图洛书没有语气起伏 剩下两成里分别被粉碎鸡粉碎 神代冲压鸡冲撞 被扔到恒心内核里断烧 被劈碎后扔到时间列席流放 以及粉碎后扔到人间研究所 进行材质锻造以及强度测试充塞 这位石碑之灵问道 所以 换做你的话 你想不想要跑 想不想报复下 啊这 确实 魏冤嘴角抽了抽 道 那个人是我 不然呢 魏冤想了想 手中的邢天府抵着地面 道 那么这样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只要你确定回答了我 那我就不批了你 在邢天府的存在下 和图洛书和魏冤达成了友好的共识 主动愿意帮忙解答问题 魏冤盘坐在青石上 邢天府倚靠旁边 道第一个问题 希望母在哪里 第672章对不起了 未来的我 希望母的所在之地 和图洛书分林上流动的文字一下子凝固 像是小学生突然拿到了哥德巴赫猜想 并且要求你半小时内戒出来 否则不及格教家长一样 一时间有种憋屈和悲愤的感觉 上面文字一点点地浮现出来 可怜巴巴的压抑住了自己的憋屈 礼貌认真地道 免下您知道我是为什么会待在这里的吗 引号点 当然就是被希望母那个暴力女人抓回来的啊 如果我当初能够推演出希望母的所在之地 那么我也就不会被希望母逮住 同理 我都被希望母抓住了 我怎么可能会推演出她现在的位置 说得好 我都无法吐槽了 但是吐槽无法吐槽 这何尝不是一种吐槽 喜欢看牛头人漫画的 转而去看纯爱 这何尝不是一种NTR 而把牛头人改变成纯爱漫画党的纯爱战士 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牛头人 我误了 魏冤赋斐了一句 旋即想到了自己在桃花园批的何图洛书 那一块石碑就没有料到自己被批了 看起来希望母搜集来的这一块何图洛书比起其他的何图洛书 权威更重点 难道说是当年福西批了何图洛书以后留下的比较大的那一块 至少这块何图洛书 可以推演出十万多种何未冤基础的死法 只是无法推演希望母这个层次 尤其另一点 希望母现在在躲避开明兽 开明又具备召见十方的神话概念 希望母不想要被发现必须躲得严严实实的 若是能躲得开开明兽 那么自然也能避开何图洛书的把握 跳出十方 比起古典神话小说里面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更高 不在天地三界 不在四方五行 不在生死之列 不在过去未来 真不知道是怎么藏匿的 开明兽 九双眼睛 再加一只天眼 一只心眼 动见十方 真的想要把这家伙的眼睛给戳瞎 不过魏渊也猜到了这一块何图洛书无法推演希望母 只是故意提出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想了想 道既然希望母不行的话 那么我让你找一个人吧 好好啊 好的尊敬的英俊无比的勉下 山海小洛杰成为你服务 和屠若书分林狂喜 自信满满 只要是人 无论他在哪里 无论他现在处于什么情况 全部都在我的把握和编织之中 我都能把他推演出来 所以麻烦免下您将您的行天府往下调整下角度 另外请您把手往后拿一拿 握在府柄后面些 刚刚您让行天府的角度上扬了三个度 按照推演 有超过七千次您都是用这一招逆斩苍蝇 把我的四分之三脚削下来的 我怕 和屠若书分林怂得很彻底 为冤磨缩服柄 道 可以 但是你确定能找到他 当然 只要他是人族 就没问题 和屠若书自信满满 好吧 那去在哪里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知道那是女娇假扮的 我还是有些难受 博物馆主叹息低语 而后撒脱道 大概是有些想他了 既然想他 就要把他找回来 没问题 和屠若书自信满满 不就是气吗 居屈人族 福西的末代后裔之一 算什么 和屠若书上飞快流动的文字开始变慢 不在天地 不在三界 不在四方 不在五行 非生非死 无生无死 和屠若书看了看前面回忆固有的博物馆主 如果他有人行 现在早就已经瀑布汗了 心一横 直接动用全力 寻找过去的气的残影 都已经说好了 只要是气就可以 那过去的不也行 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暗自欢呼一声 全集和屠若书之灵的思绪凝固 没有 没有 连过去都不复存在 那些存在在过往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 真实借过去里 那个懒洋洋的少年抬了抬头 而后直接在过去这个概念里消散如烟 只存在于某些人的记忆里 见识的过往没有了气 旋即寻着万千命运的轨迹寻找未来 仍旧没有找到那人的身影 可屠若书分灵被吓了一跳 斩断过去 放弃未来 只是那八个字里面 就已经有一股惨烈和决然的味道了 这是个傻子吗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可屠若书不明白 只是他看着眼前似乎看出来什么 表情逐渐不渝的博物馆主 明白自己很有可能再度迎来行天府的附近离接触 他不是受虐狂最终将硬递道 这要不然免下您再问一个 何屠若书语气甚至于哽咽了 我我实在是找不到啊 魏冤上上下下打量着何屠若书 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 就这就这 这也是何屠若书 何屠若书觉得自己受到了狠狠的一刀 魏冤道算了 那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您说您说这一次一定没问题 何屠若书连连保证 魏冤道好那我问你 雨的真灵被帝郡关在大荒的哪个位置 空气一时间都凝固了 何屠若书无声地雨 帝郡大荒 他雨带茫然 僵硬的看了看魏冤 最后道要不然您还是把我拆了吧 不带这么折磨人的啊 何屠若书分铃几乎要泪奔了 要不然就是批了我 要么就是问我这些问题 免下你是故意来找茬的事吗 你非要批了我也没办法 只是不要把我再拿去找恒星扔进去火化 或者拿着山来当夜鸭击砸我 更不要把我放到研究所里 为渊谷怪道 他们怎么对你了 何屠若书咬牙切齿 磨碎 风化 性质测试 甚至于按照科学指导官直接重构了一门叫做神代材料学和超凡材料学的新学科 这些 这些其实我都可以忍 毕竟我乃是石碑通灵 不觉得痛苦 但是 但是 何屠若书之灵突然出离地愤怒 他们居然把我粉碎成土了 你们甚至于想要把我拆了磨成粉末去种菜 啊这 那你可以种地吗 可以 吉达甚至于可以种得很好 那你很有用 为管主下意识给出了定义 不过玄机意识到了一点 眼前的何屠若书无法回答他说的那三个问题 究其本质似乎是因为被福西拆分了 导致实力大损 眼前的只是残缺版本的残缺版本 也就是说 如果将其余的何屠若书和这一块融合 是不是能从这里得到气 得到雨的具体下落 很有可能 值得一试 待会儿先带回清醒之梦 让主九音试试看 眼前的何屠若书分铃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 正当这个时候 魏冤的耳畔传来了主九音略有低沉的声音 神魂回来一趟 魏冤微正 从主九音的声音里面 听到了过去几乎不存在的陈鸣 魏冤神色微变 手持行天赋 一缕真灵顿入清醒之梦 从外面看起来 这就像是他只是在闭目养神 而因为行天赋在交涉上的显著作用 和屠若书分铃挫败的呆在原地 没有敢乱动 魏冤眼前恍惚了下 出现在了自己的清醒之梦里 几个人足劳祖宗一个个表情成名 失去了往日的轻松愉快 魏冤扫了一眼 发现吃油放下了大熊猫花花的视频剪辑 晴天和轩缘 还有行天的脑袋停止了三人斗地主 魏冤意识到这事情可能比自己预料的还要严重 发生了什么 魏冤说这句话地上 视线落在旁边 刚刚还打算扛着和屠若书分铃跑路的神将 真灵此刻已经失去了意识 脸上浮现出智慧的表情 旁边竹九音端着茶杯 与其平静 有没有发现这个神将 并没那么难对付 是 魏冤回忆刚刚的交锋 无论是机变还是智谋 都很一般 竹九音道 因为他根本不是开明的直属手下 嗯 魏冤惊恶 竹九音闭了闭眼 语气平淡 大慌的超凡军队 已经列阵在山海列席之外 只是还没有出手 目前是先头部队 超过三万名超凡生灵 这只是其中的一名校尉 魏冤瞳孔收缩 神将 是十一 不对 十一被调走了 势众 魏冤反应过来 他一直折服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他知道十一一定会阻止他 所以一直忍耐到了十一离开人间才动手 朱九音汉手 手掌微龙 嗓音平淡道 大慌之地 数百倍乃至于千倍于人间 大地之上有无数国度 不只是人的国 还有超凡生灵的国度 这样的世界 万年不曾断绝 乃至于更长时间没有断绝过 毫无疑问 他们也有足够精彩绝艳的神将 军阵谋略同样存在 而且是现在人族缺乏的超凡战阵 朱九音双目忧伸 以大荒军队辅助称天之神 现在人间无异可敌对者 魏冤新潮涌动 看了一眼旁边几乎被彻底抽掉记忆画面的神将 道 你说是先头部队 那么总体将会有多少超凡生物组成的军队出现在人间前方 朱九音缓升到百万 足以平推人间的力量 哪怕是提前有所预料 魏冤仍旧被这个数字所震撼 超过百万的修行之势 从山海列席踏入人间界 出现在和平的城市上空 等等 魏冤突然意识到山海列席是因为之前穷奇和陶悟的疯狂 穷奇 陶悟 也是因为开明的算计 乃至于 这最后的山海列席也一样在他掌握之中 魏冤呢喃 朱九音缓升到 陶悟之所以会从人族的公主化作四兄之一 是因为被穷奇救下 爱上了这个自己从没有见过面的叔叔 最终逐渐发展到人间不容 现在看来 四兄之所以变成四兄 或许和开明托不了不联系 魏冤沉默了下 仿佛是自我安慰般道 人间有足够的核武储备 只要不是神将级别都无法免疫那种太阳级别的高温 大量的冲击波将会在第一时间摧毁对人间兵器一所知的超凡战士 哪怕是百万之重 需要二十枚甚至于三十枚 哪怕是一百枚核武 也都在神州掌控之中 朱九音反问道 神州会朝自己的城市释放核武吗 魏冤思绪被打断 当然不会 当那帮超凡军队出现在人间的时候 就代表着神州最大的力量被限制住 对方的单兵素质更强 对方也存在有超凡类的大型毁灭类法术神通 最好的结果 是和对面玉石俱焚 魏冤脑海中下意识思考如果说百万大荒凶神出现在人间的惨烈模样 不知为何 突然意识到了和图洛书曾经看到的那个遍地狼藉毁灭的大劫未来 最好的可能也只是我们和其玉石俱焚 而开明兽原本的目的 很可能是打算在我们和共公交锋的时候突然出现 以称天之神众为主将 百万神代军队 足以扭转战局 坐收羽翁之力 可同时对上我们和共公 哪怕是他们也会惨烈无比 开明他难道就不在乎自己的 魏冤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终于意识到了关键 朱九英缓声道 没错 开明不在意这些损失 因为损失的是大荒 漠然无情 却又把一切计算在手中 他根本不在意损失 目求最后大事处于自己的掌握下 是无欲则刚的境界 一个绝对理智 绝对无情 又近乎于全知的谋略者 这就是开明 你的对手 朱九英语气平和 你能看到他的本质之一 看来至少这段时间 有学到了些东西 那么 我且问你 现在你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都要考试 朱九英 真不愧是你 你是哪个幼儿园的班主任吗 为冤勾了勾嘴角 却半点都笑不出来 沉默许久 道 制衡 三足鼎立 选择让共公参战 选择针对开明和昆仑布局 尽可能的延缓这一战局的可能性 如果可以的话 通过和共公的部分合作 将战局推移到人间之外 尤其这一次对方只是三万前军来了这里 朱九英亚然 而后难得与气缓和下来 看来还是有些脑子的 人间是弱 敌人是强 本该如此 是谋定而后动 勿求保全自身 立于不败之地 这正是兵家谋算的风格 为冤吐出一口气 而后看着朱九英 突然道 但是你还忘记了最后一种做法 朱九英愕然 什么 博物馆主身出手指指了指自己 道 三军可夺其器也 体肤不可夺制也 不管是神代大荒的军队风格是怎么样的 但是也逃不开以军队辅助主将 以主将强化军队的风格 所以想要逼退对方 除去了军队 还有豆江 真正的目标根本不应该是敌军 而是去杀了敌江 魏渊台谋道 现在三万先军 就在人间猎戏之外 斩其将 夺其器 这才是我该做的事情 拜托你们了 魏渊突然开口 晴天 吃油 轩人突然大笑着抱起 直接把朱九英给拉住 才说了魏渊有脑子的灰袍男子惊恶 而后反手把他们关了小黑屋 三人却只是放声大笑 被关了小黑屋也得意洋洋 隔空机长 魏渊直接趁机离开了清醒之梦 等我回来给你做饭 朱九英 你不应该对我放松警惕的 忘记你眼眶了吗 冤可不是那么老实的人 龟袍男子咬牙切齿 反手把好大一个锅扔给未来自己的魏渊真灵回到肉身 心底咕弄一句 对不起了 未来的我 看向何图洛书 我要知道现在山海列席之外 大荒军队前军的阵营 好说 好说 何图洛书大喜 而后相当狗腿自道 缅下您是打算对其做后手吗 我可是很有用的 不 不是后手 五指微卧 一柄战斧出现 斧刃底着地面 人族战将最喜欢的坐骑薄龙出现在旁边 低声嘶鸣 行天斧变化形貌 化作了一柄长柄冰刃 魏渊翻身上马 薄龙感受到凌冽的杀鸡 下意识发出了隐隐暴虐的龙影 黑发已经到了脖子后面的魏渊将黑发扎起来 骑成战马 向何图洛书身出手 是人族战神 亲自拜会一下大荒的三万军事 要一起吗 第673章人族战神 可不是传说 人间山海猎戏外 在处于大荒和人间的缓冲带 或者说 这里直接就是大荒超凡生物联军聚集在人间猎戏处的前行军 真正的百万大军还在后面 尚且没有真正进入这里 整个军队处于驻扎状态 各个地方都有蓝色的光柱升起 化作足以抵御陨石正面冲击的防御法阵 军中的迎寨 以符合地脉大战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哪怕是火山爆发也无法对其产生丝毫的干扰 来自于大荒各个传说中国度的修行者们均荣素整 哪怕只是前行军 但是被选拔来进行这个任务 本来就已经是唯独精锐才有的资格和待遇 这些军队曾经在大荒之中诛杀魔神一种 本是各个国家的一线军队 是受到天神征兆 才汇聚起来 在最中心的迎寨里 来自于西北天境十八个国度的名将们汇聚一起 大军还有多少天才能过来 约莫在半月之内了 百万其智 是 这一次是帝君直接下了神令 要绿其精锐进入人间 毕竟人间似乎直接关系到四方诸神之一的后土娘娘能否恢复全胜的关键 帝君曾经承受后土之恩 所以才要参战 一名面容粗狂的将领回答 但是对于这样冠军堂皇的理由 这些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各族名将是不会相信的 当然表面上大家还是要装作我们认真赞同 你说的对 伟大帝君不会有错 对地里的小心思水也不知道 那似乎是龙族出生的将领抹了把胡须 道 这一次的主将是谁 是大荒时大名将之一的早齿 早齿 千千开口的将领金恶 他 他不是 对 神将早齿 何亦战于受华之也 最终死于大义的剑矢下 但是这位早齿 是当年那神将转世 又被帝君亲自点醒了过去的记忆 一身实力 在17岁的时候就抵达了当年的巅峰 亲自持枪 参与各地之战 以表复仇之念 三万前行军的统帅低语 我曾见过他 神代之中 传说为独大义能使用的战功 你们可知道 那把舍 接下来的日子没有说出来 就被旁边的人捂住嘴 前者这才意识到 自己身为大荒将领 说出舍日这两个自怕不是当场就要被神法给灭掉 只好与带敬畏 那把宫 是 主将低语 早此21岁的时候 把那把宫直接拉断了 大义的弓箭 是 帝君说 他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当年的义 岁月流转 后世众生之中 必然会诞生超过过去英雄的存在 这是一个常理 风流人物 代代都会有 否则的话 整个三界大荒 昆仑人间岂不是一天一天走下坡路 他才是这一次真正的统帅 称天之神众 是作为战将参战的 超越大义 众人彼此对视 泥南自语 超越大义的神将早此 以及 称天之神众 统帅足以猎杀神魔的百万雄兵 目的只是踏入人间 参与和昆仑 和水神共攻的一场角逐 他们隐隐然已经有所感觉 自己或许正是下一个传说时代的开端 也因此 心中莫名浮现出了一种壮阔感 早此将军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回来 那龙族战将询问道 以他的速度 前世就能够和大义一队一再荒野决战 最后是因为他手持长矛和盾牌 灵活度输给大义 才战死的 但是能够和那个大义交锋 也代表着他速度绝对很快才对 主将迟疑了下 道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那么和你们说说也无妨 你们可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敌人 轩辕后裔 阎不足当年之所以能够生生杀出了 人黄威名是怎么来的吗 这两个 一则为战神 二则为神器 早此将军正在运送的 就是神器 神器 什么神器 圈圆剑 还是说什么 那主将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道 你们可知道 当年中原四兄之一的桃雾战死的事情 当然知道 只是可惜 这桃雾居然鲁莽到了离开地之四级 结果死在那儿了 你说这个做什么 旁边一将领反问 喝 要运送的 就是杀死桃雾的神器 或者说炎黄不足现在的神兵 主将语气断然 道 桃雾之战 就是那位开明卖给我们大荒的一个人情 桃雾之所以会选择离开自己的筑地 以失去神话概念的方式去战斗 也是因为开明尊神的计策 而目的 就是逼迫人族使出他们最强的武器 什么 那一战的时候 我大荒将那叫做核武的兵器如何发挥效果全部看在眼底 并且以天机还原 加强 人族的才智确实可怕 但是他们本身太弱 神可以忽略他们所忌惮的那些安全当量 完成他们无法完成的实验 而现在 是以金屋之羽为原材料诞生的坍塌大日 足以在一夕之内 诞生超过原本人族兵器百倍的威能 正威能太大 甚至于足以对神灵产生威胁 所以需要早指将军运送 我们的战法 根本不是亲自入局 主将手中的兵器猛地抵着人间界地图 道 而是直接将那家持过人间兵器原理的金屋之羽 与洒入人间 让人间同时被十轮大日轰炸 直接重创刚刚突破封印的贡弓 再度开启如万年前波涛汹涌的大局 人在反向破解神的概念 而神也早已开始洞察人的神兵 自古如此 众将新朝起伏 其中那龙族将领道 这样说起来的话 那么那位开明尊者主将痴疑了下 想到那温和微笑的神灵 还是摇了摇头 与其忌惮到 开明神洞察十方 那种兵器 恐怕他手中也已掌握 毕竟 这兵器的作用模式就是他卖给我们的人情 若非如此 一无所知的我们怕是会吃一个大亏 只是人间是单纯的技术 我等是以九位殿下的退语为基础引动大日神力 然后完成更强的能量爆发 至于昆仑 我也不知那位开明会怎么开发掌握 龙族战将新朝澎湃 而后迟疑到 既然说神器已有了 那战神呢 人族的战神传说 可是哪怕过去了足足五千年都没有彻底消失啊 至于战神 要我说 完全可以当作 那主将语气顿了顿 道 放屁 什么 其余名将都有些惊恶 而那主将语气平静 右手笼罩着手中的战剑剑柄 道 你我都是从战场上厮杀出来的 也都知道 战场之上 兵戈煞气 杀鸡地脉 甚至于参与战争的修饰实力 这些才是左右身负的关键 主将所需要做的 是控制着煞气 和天地气脉融合 化作战魂和虚神 继而反向强化了兵士的战力 自古以来五千年 从没有正面突破这些 靠着自己一个人去立下不是功勋的人 胜利必须要凝聚一切的力量才对 那蚩尤 大义 还有行天这些 哼 你又什么时候见过他们了 主将道 传闻中蚩尤有81个兄弟 每一个兄弟都代表着一个氏族 严黄一脉更是把人族最初的部落凝聚成为了国家 要我看 这恐怕所谓的战神之名 也就是他们率领军队不断征伐 而后将军队的战功都归于一个人身上 他伸出手指了指周围的诸多将领 道 比如 蚩尤九离八十一个部族 率领数十万四处征伐 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却又将这个战功全部归功到了蚩尤一个人身上 这不就塑造出了一个仿佛神话的传说 龙族战将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主将道 哼 只是障眼法而已 是为了给那个时代孱弱的人族一个念想 作为人族的旗帜宣传的而已 那些没有什么眼力尽的家伙相信了 你我都是战场上历练出的 怎么也信这个 来 诸位今日休息 等到明天 外面传来了吵杂的声音 正在吃喝的诸多将领皱眉不渝 道 这个时候 早就应该要休息了 居然连隔音阵法都有些隔绝不了 军法官要好好地吃点鞭子了 他站起身来 提起那柄花纹大府 脉步走出去 眼底散发赤金 才伸出手处碰到银杖 哗啦 银杖垂落下的门被猛烈的气浪逆着冲撞席卷 一道森冷的辅光猛地逆着扬起 名校的战斧直接将那龙族战江的首脊斩下 身穿铠甲的身躯助力在哪里 死不瞑目的首脊已经被热血冲撞飞起 一瞬死寂 这主营营寨之中的朱江都下意识拔出兵器 其中主将怒道 来者何人 赤色的薄龙人立而起 已经有足足三米之高 刺鸣之声 骑在战马之上的男子右手行天府威卧 身上有伤势 但是这些伤势却似乎只是让他的气势更为爆裂 赤色的火光爆起 主将视线掠过此人 看向其身后 可恶 军营阵法怎么会 瞳孔收缩 失去了思考能力 夜幕之中 阵法流光化作碎片 其背后的营寨里出现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 四处血色 已经断裂的兵戈 足足十里的军营营寨 被一人凿穿 处处都是声音声 只是被隔音阵法阻拦 没有被察觉 那种一人凿穿军队的惨烈气势几乎是扑面而来 近乎千人的修饰手持兵器 已经呈现一个包围圈的模样围绕着 但是隔着足足三十步 没有任何人敢于上前半步 战马平静步步往前 身后的修饰精锐门一步一驱 眼底惊恐 主将脑子一猛脑海中下意识浮现出一行文字 摇乃使一珠枣耻于愁华之也 沙九阴于胸水之上 脚大风于青秋之则 上射十日 而下沙亚雨 断修蛇于洞庭 秦风夕于桑林 人族 战神 这不是传说吗 这是传说才对啊 战马长思明 握着战斧的手掌上流下些鲜血 声音漠然 炎黄 魏渊 主将新潮澎湃 从牙缝里挤出声音 战神 你猜 反手 行天府画出爆裂的痕迹 狠狠地砸下 啪 棋子落下 整个棋盘上的棋子都震颤了好几下 你输了 武安君语气平淡愉快 楚霸王的右手握着棋子 打磨光滑的棋子硬生生被捏碎化作鸡粉 建在四大名将的棋局排行榜 西楚霸王仍旧是垫底的 而第一名居然不是武安君 而是大汉受停喉武圣关羽 某独春秋的 关云长抚须 语气平淡 将红羽对于关云长没有什么感觉 反倒是那边武安君嘴角微微勾起的一丝微笑 就刷一下把新火撩拨起来 恨不得当场来一把全武行 少年某主微笑着推荐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游戏方式 既然觉得下棋不够有意思 那么不如打打游戏 这是两从行动组那里讨来的游戏 当然 已经全神中发行有一段时间了 模拟将领带兵战斗 颇为写实 虽然只能运用一些简单的战略 但是也比起棋子来得有趣味 上了火器的几名名将毫无迟疑 直接注册账号 打开游戏 古代军略类型的游戏 这帮老帮菜直接注册自己的名字 大秦武安君 西楚霸王 大魏张文远 大汉关云长 监视下棋 而后模拟军略的交锋 军略的交锋肯定无法满足他们 只会让他们心底越发躁动 那个时候再放出去 便是主将求战 故而锋芒毕露 少年某主心中自语 这当然不是什么高明的计策 若是只有一个名将 甚至于不会有效果 但是很遗憾 这里有四个名将 彼此本来就隐隐有争斗之心 稍微一撩拨 就立刻自己争起来了 毕竟 男人都是经不起挑衅的生物 名将更是 自古名将 无不刚而自经 云长如果不傲的话 也就不是云长了 所以这计策反倒很顺利 阿亮看着这些老杀财门注册账号 而后武安君提议 一人一个方向 嗯 这里居然有个人等着 是所谓围剿新兵的玩家 兵力比较多 这游戏也有不少的规则限制发挥 这一次 我们四人联手 四位名将审时多事之后决定这一次联手 关云长看了一眼对面的账号 念出来 龙虎超神 寂寞无敌 呵 居然比关某还能装逼 消了你 将红宇道 看谁的杀敌数字最多 张文远道 上善 龙虎超神 寂寞无敌VS五安君 汉寿亭侯 张文远 除霸王 战役 开始 而阿亮看着战局 这边的进度一切照常 白泽现在主动工作的心急为赤裂 已经开始从每天八小时转变为主动996 反倒是阿亮德劝他休息下 只是这边虽然顺利 他心底还是有些担忧外出的未冤 旋即又有些头痛 那位冠军侯的阵法正在布置 很快就可以拉回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个冠军侯的性格 可能比较毛躁 希望不要是把17岁时候的冠军侯拉出来 真撒手梅之plus强化版本 为大将军说你就在旁观晃悠晃悠看着 多看多学 好了就 当时答应得好好的 第二天转眼就失联了的那种 那个最桀骜不逊也是最锋芒毕露时期的获去病 性格恐怕 算了 不管了 让阿渊头痛去 少年某主顺手甩锅 转而看向花店 见到鹅黄女鹰和诸多水神暂且离去 想了想 推开了花店的门 绝亚一抬头 少年某主嗓音温和 与善轻摇 道 方便聊一下吗 他的声音顿了顿 道 扫夫人 第674章战神 但是是屠山市 花店里面 少年某主一开口就是重量级的话语 只是那位天女却并没有表现出神威异壮 眼瞳微脸 只是倾着平淡微笑邀请某主进入 阿亮坐在待客的沙发上 有种近眸落空的感觉 这位爵姑娘的反应略有超过他的预料 少年某主在心底里把天女爵的情报修正了一遍 看来不是不善应对这些事情 而是面对特殊人的时候 才会表露出稚嫩的一面 功高防低 限定版本 看来只有阿渊持有对天女特工啊 少年某主沈笑一声 那边神色清冷平淡的少女语气温和 如同对待自己弟弟一样 道 喝点什么 咖啡还是茶 红茶 有劳 而当少年某主端起茶杯 喝了口茶 感觉到红茶里面的富裕花香 以及那种几乎是瞬间碾压之前喝过所有茶的口感香气 微微一正 看向前面那位端庄美好 具备神性气质的少女 而后意识到 自己的话语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虽然没有如同阿渊那样产生破防暴击 但是却让这少女的心情显著上升 表面上不说什么 可是七个茶却直接抵达世界级别 少年某主沉思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位福特家娘娘说的 口贤体正直 表面上没有什么异状 心里面已经开心到转圈圈冒泡泡的那种 嘴甜也是有好处的阿 可嫂子打好关系有饭吃 阿量自我调侃了下 嘴角浮现微笑 觉得 道所以你来试 我这个阿量先前看俄黄女阴两位娘娘 还有那些水神们暂且离去了 所以有些好奇 应该是和绝姑娘你达成了什么协议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和亮说说吗 天女想了想 知道眼前这个少年的可靠 道确实 那些水神们被却说之后 都不愿意加入共工的阵营 也不愿意和人间为敌 所以希望能够和昆仑这边联手 希望得到我们的庇护 毕竟 面对的是水神共工 那位的实力 以及对于水脉的操控 远不是寻常的水系神灵所能比拟的 他将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 阿量安静听着 茶水渐渐变凉 与善微摇 道 所以说 是希望绝姑娘你代表昆仑 庇护他们是吗 那么 荣亮问一句 少年某主声音顿了顿 道 那些水神 愿意付出什么呢 天女神色微正 与善清谣 少年道 庇护他们 将会直接面对水神共工的怒火 而不庇护他们 他们在共工阵营 对于共工的实力也没有多少的增加 也就是说 拒绝他们对局势没什么影响 而接纳他们则是会惹来祸患 虽然有千金买马骨的典故 但是 马骨毕竟也是落入我之手中 可以庇护 但是对方也必须要为获得庇护付出代价 这当然是对名声有爱 但是 现在人间可不是说为了名声而吃闷亏的时候 当年羽王治水 也是在屠山会蒙 山神水神听从调遣的 阿样你的意思是 同盟 非也 少年语气平静 道 要亮说 绝姑娘 你和阿渊 甚至与其余所有昆仑山神 水神的思路 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诸位 既然想要听的话 不如光明正大地出来 没必要藏在一侧 声音落下 神性气机涌动 一道道身影自虚空浮现 眼见被察觉 太弃山神 前来山神 从吴山主 水神长城 以及另外数名山神水神都骑骑出来 这屋子里一瞬就略有拥堵 老山主微微一礼 道 小阿亮得罪 得罪 我等并非有意旁听 至于阿亮你先前所说 呵 不可轻易接纳那些水神 我们也考虑过了 我等的打算 也是和其成为攻守护助的同盟 但是小兄弟你之前所说 我们的思路一直是错的 老夫可不能装作听不到 外面有人骑着车从老街走过 阳光从玻璃上流躺进来 落在少年的身上 少年雨扇微摇 前面天女坐于中央 老山主一侧主着龙头杖 背后太弃山神威鹅 西山界第一武神前来 山神气质爆裂 其余诸多山神水神簇拥着天女 气势强横 藏于阴影之中 太山山神也在其中 一侧是庶名顶尖的山神 一侧只是相对而言几乎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年谋主 武侯其谋 个人战力也极不错 但是相比起这些能扛山而走 转瞬将千丈高峰直接砸下的古代天神 太山山主比起来 他个人的实力几乎不值一提 但是此刻气势上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前来山神大笑道 没有想到 你小子实力也颇为不俗 居然能察觉我等 少年某主喝了口微凉下的茶 沈笑道 量可没有察觉 毕竟我实力寻常 重皆恶然 但是 这些事情 并不需要用修为 量便可知道了 我又不是阿渊 少年指了指自己的眉心 只需要简单的观察 判断 兵法基础 辨识轨道 实则须知 须则实之 量虽不才 军阵之上的判断也能运用于平日的 不才 从无山主义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 只是态度稍微郑重了些 转口缓声道 你刚刚说 我们的思路是错的 不如说说看 小兄弟你的见解 也好叫我们这些老家伙们 看看你这年轻人的思路 毕竟年轻人脑子火落 量死的时候都已经五十多了好吧 少年心底吐槽 不过一方面自己现在完全是以少年时的状态复苏 未来的那些经历 竟仿佛一场模糊的南洋之梦 另外一方面 五十多岁和这帮五千年以上的家伙比 确实是年轻 也难怪他们不服气 少年嗓音温和 道 见解说不上 只是亮有几个问题心底不是很了解 诸位可曾见过西王母 开明 目无三位的过去 老山主摇了摇头 道 这 哪怕是老朽也不知道 那几位的过去太过遥远了 我们是后来被征兆为昆仑神系的 阿亮道 原来如此 那么 亮猜猜看 诸位 还有阿渊想要尝试同盟的原因 是打算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在山神水神体系当中的影响力 让那位开明不得不正视你们的存在 左卫反客为主之计策 为人驱使者为奴 为人尊处者为客 同盟是第一步 目的是从被开明受单纯驱使的近况里走出来 成为昆仑需要郑重看待的客人 第二步 虚诚系 找到开明的破绽 加大自己在昆仑体系的影响力 第三步 需插足 声望足够之后 便要开始慢慢发布一些命令 从小事开始 一步步加大自己同盟的影响力 直到真正能够影响到了昆仑的主要走向 这便是第四步 手握天机 反客为主 这正是反客为主的计策 虽然在现实已经是一个普通的成语 但是这其实是一整个完整战略的排布 诸位的打算 大概是这样吧 少年某主语气温和 太气山神神色威名 前来山神脸色捧不住 干笑道 是 是啊 哈哈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对 没错 山神 绝不会睁眼说瞎话的 所以他一边爽网大笑一边闭上眼睛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步 他们只是打算通过结盟增大自己的影响力 让开明不会轻易动他们 怎么会有人在还没有结盟的时候直接预料到四步之后的计策 而且 这一整套计策几乎是绝对可行的 最终目标是直接把开明取而代之 这就是人间使者 而且还只是在隔壁看着这边的交流就推测出了这么多 这 使者 使者全部都TMD是怪物吗 就如同竹九音所说 这白衣某主最大的破绽之一 静革温和 而不软弱 具备有人类一切美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 为家为国 外貌俊美 琴奇书画全部青史流明 墨家机关术千载之后还在传承 诸葛连弩是神州古典机关兵器的巅峰 牧牛流马更是无数兵家眼馋到流口水的好东西 随便做的小玩具孔明灯 孔明锁都是后世经典玩具 写点加书就被书胜收藏 做个饭菜都是神州北方千余年的主食 为了毕独障就成为了云颠茶组 从兵家 卢家 墨家 到琴奇书画 诸多杂技 至国外交律法 真正概念上的全方位六边形战士 连感情上都是没有一丝绯闻的纯爱战神 唯一被狂喷的黑点就是你特么把事情都自己干了 自己早死还让记汉人才亲黄不接 专断独权 你不看证实你都不肯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所以这么完美的武侯当然具备由以己之心夺人之心的宽宏大量 但是 他错就错在认为别人至少能跟着自己的脑回路一起跑高速 往往出现了一回头 啪 队友没了的惨烈局面 世界上 似乎也只有阿渊能让他稍微顾忌一下 大脑在告诉奔跑的时候时不时得回头看看 阿渊是不是又掉队了 而他刚刚所说的话 仔细琢磨甚至于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在嘲讽 就像是你考完试考了59分 一个家伙拿出一张满分试卷 微笑着说 来 让我看看你的 你一定也是这么做题的吧 和我的分数一样对吧 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雪表之中的雪表 茶味浓郁 老山主倒是性情宽厚 琢磨了下这结盟之策的完整 已经是心中叹为观止 而更让他心中震动的是眼前的少年某主说这计策是错的 神色凝滞 道 那么 小先生说我们是错的 与善微谣 遮掩面容 少年嗓音平淡 结盟之策的基础 是开明真的会因为你们的实力提升化作同盟而不对你们出手 但是 真的如此吗 他眼底忧伸 右手与善 左手面不改色给自己倒茶 缓声道 你们 绝姑娘 甚至于阿渊 都默认了 昆仑三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他们之间是有几千年的交情的 所以 才会对开明对希望母动手而不解 但是 如果说 换一个想法呢 并非是三方合力以支撑昆仑 少年某主与善横扫 而后指着绝 嗓音断然 将一只笼罩在众人大思路上的黑暗雾气给搅碎 而是 本就彼此征伐 三足鼎立 故而 亮说 你们一开始 思路就是错的 空擦 大荒河人间的缓冲带之中 那位主将手中的御剑撕扯出明亮流光 具备有丝开山海般的威力 转眼和那自称魏渊的男子换招 他也是一国顶尖的高手 实力之强 独步一片天地 见到魏渊掌中行天府朝着要害杂落 这主将心底也腾起一种惨烈决然 不顾不避 往这人心口刺去 既是顶尖高手 自然知道这个时候持一一丝便是必死 唯独死中求生 他重新拥有了自一届小兵成长起来 把性命寄托于剑上的豪迈 对面的战斧沉重 自己会胜利 他掌中的剑果然刺入心脏 主将大喜 而后就听到咔嚓一声 自己的神兵御剑居然寸寸崩碎 化作鸡粉 他看到那家伙心口哪儿居然有一座变小的石碑 自己的御剑连一丝划痕都没有留下 反倒是那石碑大叫起来 打啊 有本事打啊 吃饭了没 来啊 打啊 没吃饭啊 被算计了 主将神色凝固 那石碑坚硬无比 仿佛世界上只有几种巅峰神兵才可能劈碎 导致他身体出现僵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似乎比自己还慢的战斧猛烈加速 他故意的 主将怒吼 首级被劈斩下来 奸血淋漓 刺激地薄龙长啸 而为冤吐出一口浊气 至此 三万先锋军的全部将领孝未接死 那主将真灵强大 被行天府劈了还处于完整阶段 咬牙道 你就算是击溃我等 又有什么用 他放声大笑 此乃是阳谋 堂堂正正 而等必败 必败 你个莽夫 莽夫啊 是吗 那位战神左手掏了掏 手里多出一个奇怪的装置 按了下 白色如同笔一样的装置上有蓝色的光闪动着 而后 熟悉的嗓音从里面念出来 我们的战法 根本不是亲自入局 而是直接将那家持过人间兵器园里的金屋之鱼 洒入人间 让人间同时被十轮大日轰炸 直接重创当当突破封印的贡工 再度开启如万年前波涛汹涌的大局 问号问号探号 主将真灵的神色缓缓凝固 魏冤微笑道 我们家的好传统可不能丢掉 对了 这个可是新版本的录音笔 有剪接功能呢 否则的话 贡工那种傲慢的性格肯定不会搭理我 不过 现在就不一样了 嗯 选择战神关键词 和贡工关键词 进行音频替换 他稍微操作了下 录音笔里面传出来了熟悉的声音 那贡工呢 人族的贡工传说 可是哪怕过去了足足五千年都没有彻底消失啊 至于贡工 要我说 完全可以当作放屁 声音里面的那种傲慢 自信 不屑完全表露出来 那主将神色呆滞 而后真灵剧烈波动起来 惊恐咆哮 你算计我 魏冤抛了抛录音笔 所谓言多笔诗 没想到 神舟犯圈那帮家伙断章取义的手法 居然还能在这里派上用场 青年把录音笔收起来 而后在主将真灵目自欲裂的注视下 优雅攻身 右手轻拂心口衣里 黑发扎成马尾 温和道 自我介绍下 魏冤 魏姓 屠山是 眼看着那真灵不甘心地溃散 魏冤五指微握 将那真灵握住 深深吸了口气 接下来 得去面对主酒音了 想到那灰袍男子 魏冤嘴角抽了抽 心底自嘲 过去的我 你究竟做了什么啊 第675章 你快回来 我一人支撑不来 只要一想起先前清醒之梦中 自己暗算了主酒音一把 魏冤就觉得有点耸 啊不 从心 他都不知道那灰袍男子 现在会愤怒成什么样子 视线扫过这满是血腥漆的迎债 五指微卧 此地这些将领即将要崩溃的真灵 被暂且稳住 准备待会儿带给主酒音 这里十多名武将 其实实力都相当不错 毕竟能够被挑选来编入先锋军 那都是一等一的猛将 只是这些猛将此刻却全部都是一招斩首 此不明目 和屠若书放声嘲讽 来啊 再来啊 没吃饱饭是吧 就你们那点力气 给洛爷爷我搓早都搓不下一点老泥来 抛光的人都比你们力气大 各种挑衅的声音换着法儿的来 完全没有一句话重复的 魏冤怀疑 如果愿意的话 和屠若书可以洞察天下一切骂人的话 不 理论上 他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这声音实在是太吵了 魏冤皱了皱眉 那边和屠若书瞬间变化语气 而我英俊万分才高八斗器与宣扬的博物馆主 你有什么吩咐吗 卑微的小落前程为您服务 魏冤 无声装备 魏冤府 曾用名行天赋 JPG 描述 文官专属 交流利器 特效 只要你手持这把刃口比脖子粗的大斧头 任何有灵性的生物都会编得异常的好交流 让你做回自己 萨爽文官 魏冤心中默默吐槽 原来如此 行天赋才是文官表率 不过 和屠若书十杯分铃 确实是他一路闯进来最大的帮助 一方面是 和屠若书虽然算不到西王母 算不到气 雨 但是作为曾经具备编织命运能力的顶尖至宝 哪怕是分铃 即使演算出这一座巨大军阵的安全通道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魏冤简直就相当于是拿了这军队阵法的后门钥匙 然后一路杀进来 报了这三万前锋军的菊花 这一座阵法对他毫无作用 另一方面 则是对敌 他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是还没有对这帮家伙造成碾压局 能赢 但是没法秒杀 于是为某人把和屠若书缩小后当了护心境 战俘猛烈重批 只要是个合格的将领高手都会选择直线距离更短的心口刺杀以死换死 而众所周知 和屠若书的正版 虽然耸了点 但是再怎么样也是正品 按照神州上古鉴定术 都是一般来说绝对不会被劈碎的那种 只有邢天府这种级别的兵器才能把它弄碎了 所以这帮家伙的兵器击中了和屠若书后 就全部被震碎了 魏冤反手一斧头 全部都是一招斩手 塑造出了碾压的外在表现 至于会不会接错 这可是和屠若书牌的护心境啊 天生自带验算天机 百分百震刀的被动技能 而且是只有伏西和邢天府轩辕 这种级别的兵器能劈碎的硬度 其他兵器来一个碎一个 来一队碎一双 魏冤翻身上马 手中的刑天府聊开帘子 前面先锋军的精锐看到那些被击杀的将领尸体 士气终于溃败 在魏冤反手将主将的手机扔过去后 就连最精锐的卫士都控制不住颤力 转身奔逃 魏冤骑在帛龙马上 看着这军队滑遍 被绑在身上的和图洛书相当狗腿子地道 气宇宣扬的管主大人 你需要我寻找到这些军队溃散后的位置吗 不用了 魏冤扯了扯嘴角 深刻怀疑这和图洛书是因为之前被为某人劈碎了十万八千次 所以下意识认为他是个杀戮成性的狂魔 是个没事就拎着行天府砍天砍地的杀神 这就叫做是主观性的误会了 魏冤募送着这些军队溃散 三万先锋军 哪怕尽数杀死 对于百万以上的超凡军队来说 战斗力的降低也是微乎其微 但是如果让这些先锋军溃逃回去 那么魏冤单人独其杀穿了军营 并且将先锋军主将全部斩杀的消息和情报 就能在后方产生巨大冲击 对士气上的负面影响 要比这三万超凡修士全部留下来更难 不过百万超凡军 如果能够摸清楚大荒军队的风格 再加上这些超凡修士军队对于人间的亲密之心 其活了 完全符合武安军的针对范围 低于三十万的单子不接 这不就来了 魏冤摇了摇头 驱驰战马奔走 本来想要直接回到人间再说 可是感知到那真灵的逐渐溃散 只好寻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布下了阵法 面色稍白了些 单人冲阵这种事情 做多了容易被煞气反噬 不过魏冤自己已经算是半个山神 煞气反噬的干扰会被压低 毕竟煞气在牛眼没法对石头产生什么威胁 能让山神崩溃死亡的 唯独风化的力量 魏冤握住那些真灵 想了想把和屠若书十杯也扣住 和屠若书十杯分铃声音欢快到 强大威严的博物馆主 能容许您卑微的小洛问一句吗 咱们这是去哪里 为冤嘴角抽了抽 去带着礼物赔礼道歉 哦哦 赔礼道歉 是该带着礼物 和屠若书分铃赞同 和屠若书声音顿了顿 那么容我冒昧 伟大的博物馆主 咱们的礼物在哪里 魏冤沉默 博物馆主笑摸和屠若书狗头 笑而不言 和屠若书分铃 无声不 我为馆主你挡过刀 我为馆主立过功 你下你不能这样对 不等和屠若书分铃再度泪奔 魏冤直接双目微闭 鼓足勇气 前往了清醒之梦中 三足鼎立 老街花店 昆仑山神和水神们神色凝滞 少年某主喝了口茶 觉得那种富裕的花香和红茶的味道配合的恰到好处 如果再搭配上阿渊的梅花糕之类的 简直太美妙了 决定了 往后事情结束后 就在他们家旁边开一家叫古琴的教室 天天去蹭饭 就是可能没什么名气 来学琴的人不多 宠武老山主道 小先生你说 是三足鼎立 恐是一面之词 阿亮笑着道 当然 当年的事情太过于古老遥远 连老山主你都不知道 何况是亮 但是我仍旧认为 只要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么就一定会留下各种蛛丝马迹 他顺势给自己倒茶 道 三句话 只要老山主在听完亮三句话之后 仍旧觉得我没有道理 那么亮转身便走 少年某主想到了最近看到的那个所谓 精通人性的女讲师被自己逗笑了下 老山主道 小先生请说 少年轻摇与善 第一 鹿无神将自己的力量分化 化作为我虎令投入人间 而我虎令崩溃损坏的时间节点 恰巧就是耕臣被十二元沉在昆仑暗算的时候 正是唐代时间 是虚假的大劫宣传出的时候 这个时间着实是巧妙 第二 在分裂山海的时候 西王母选择来到人间 始终游历于天下布局 连自己的昆仑玉山那一部分都搬来了人间 居然没有在灵气和宝物更丰富的大荒 太气山神反驳道 这只是因为当年的事情 三位大神之间伸出了嫌隙 也因此 娘娘才选择了离开大荒和昆仑山海 阿亮点了点头 道 原来如此 太气山神所说 是当年绝姑娘道取不死花 给阿渊续命的事情 太气山神道 正是 少年某主伸出第三根手指 笑道 巧了 这正是亮要说的第三件事 也是亮这几天来 百思不得其解 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照见十方 知过去未来 小天帝四方 见生死岁月的开明 居然没能察觉到当时尚且年幼的绝姑娘去了天之缘谱 不但没有察觉到 还让绝姑娘轻而易举的将那不死花道取下山吗 仿佛一声雷震 众多山神一时死寂 从吴山主嘀喃 这 这 照见十方 几乎知道一切事情的开明 那位始终不曾踏出九重天门的上古十大强者 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当时年幼的天女 那么也就是说 他明明察觉到了这件事情 却仍旧认由这会导致陆吴和西王母矛盾激化的事情发生了 少年某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与善清摇 平淡道 让亮再说一句 此事 是作见十方的开明 无视了事态的发展 让出身于西王母一脉的绝姑娘 盗取了路无天之缘谱当中的至宝 而后矛盾激化 还需要再继续讲下去吗 花店当中 一片死寂 阿亮道 似乎是你们之前经历的事情 不断的引导 让你们刻意的回避了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 或许是开明的全能 真的是作弊啊 对面其实早已经对绝姑娘包藏祸心 这个时候选择反客为主的计策 简直就像是主动送上门让对方支配自己一样 计策越发精妙 就反倒是越发入了开明下怀 从吴山主神色复杂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苦笑道 若是没有先生你提醒 我等几乎是主动送死了 没有眼前这少年某主点破 他们或许就会按照开明的引导 结盟 然后想要和开明谈判 结果证入了对方下怀 少年某主语气从容自信 无妨 亮一直知道 我出现在此 便是为了扭转命运 老山主眼神复杂 起身欲要为先前的事情道歉一礼 还没有拜下 手掌便被少年某主按住 赤老朽先前怀疑先生 不 俊美的少年眨了下右眼 微笑道 亮说过 刚刚只说三句话 而先前说的 却是多了一部分 白衣少年洒脱衣礼 道 先前围夺先机 语出多有失礼之处 万望诸位 勿要见怪 从吴山主回忆 想到刚刚少年说的那句 让亮再说一句 他本来就是这个打算吗 老山主脸上表情越发柔和 而后刻刻气气道 现在这样的局势 先生有何妙招 其余诸位山神们 也都不敢再有丝毫的小觑 就仿佛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博物馆主所说 或许世上根本没有白责 或者 人人都是白责 谁都知道抱紧大腿 阿亮嗓因温和 与其反客为主 受人以权柄 不如分庭抗礼 昆仑山海神系 以山神 以水神 此刻既有昆仑玉书 又有西王母在人间的祖庭玉山 与其结盟 何不将水神山神姓名烙印于玉书之上 却有昆仑 掌控地脉水脉 规矩于一身 成就王母法身 而后 以昆仑名义之上尊主王母身份 裹挟大义 和开明分庭抗礼 占有人间山神水神的西王母 和一位昆仑天女 在整个山海大荒的意义 是截然不同的 之后的合纵连横 自有机会和余地 慰聚山神水神 地脉气脉合一 登陵昆仑尊主 而后 具有人间 分庭抗礼 这是直接成为其手的阳谋 甚至于可以靠着 共公的存在反向牵制住开明 争取时间 从吴山主 新潮澎湃 下意识询问道 请先生教我等 少年阿亮提了提茶壶 发现红茶已经被喝完了 于是提起雨扇 微笑道 今日之事 便到这里吧 他站起身 那边老山主等人面色凝固 这心里刚刚被挠痒痒撩拨起来 这少年某主反身就走 至于后世具体谋略如何 少年勤着微笑 道 就要诸位改日上门 询问阿约是否同意了 亮听他的 诸多山神水神神色惊恶 某路人管主被自家弟弟强行拖出来 秀了一波存在感 奇怪性发现队友跟不上节奏的阿亮 已经琢磨出来了如何让阿渊不掉队的法子 与其说只往阿渊跟着思路走 不如就直接那根绳子把他捆住 没事就把他拉出来秀一波存在感 强行把他拉到节奏上跟着跑 亮对他可真是好 少年某主心底非常满意 转身离去 只留下了被他抛下的深水炸弹轰炸得心神震颤的山神们 那博物馆主 老山主苦笑不已 自身勇武 身边既有站立过人之辈 又有如同诸葛先生这样的谋士 尚可和水神共公义敌亦友 也能和怀窝水军相交莫逆 明明只是个懒散的陶匠 我居然看出了古时候一代雄杰的气象 真的是 与此同时 心底莫名觉得 这样的家伙 似乎也配得上天女了 他想要喝杯茶缓解下沸腾的心绪 提了下茶杯 威正 回忆起刚刚少年一边说话一边喝茶的动作 声音惊恶 喝完了 清醒之梦中 魏渊一进去 邢天就一下抓住他 这位战神似乎被吓得面色发白 手气大的离谱 让魏渊都惊恶 心底有点怂 主久因这事发了多大的脾气 居然让邢天这么猛的人都变成这样 一想到这个 魏渊就想要溜 秦天右手死死按住他的肩膀 道 你小子不要想溜 这可是你的锅 背好 姑扯 你们当时不也玩得很开心吗 秦天道 总之 快点去劝劝煮酒阴 魏渊嘴角抽了抽 所以 他打算干什么 他被你气得回老家了 庄影号问号问号问号探号 卧槽 第676章战神批发布 真的要走吗 不走不行吗 我真的离不开你 竹龙 你不要走啊 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魏管竹语气绝对的情真意切 这清醒之梦里面 一个脑子都没有啊 在得知到了竹九因打算时候 魏渊被吓出一身冷汗 不过好在这灰袍男子 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离开的措施 被魏渊及时拦住 也就是之前竹九因建议他藏身于幕后 不要那么忙 魏渊反手阴了竹九因一手 让三个老祖宗拦住了竹龙 自己转身就跑出去玩了一把蟒夫冲阵 此刻竹龙似乎动怒了 清醒之梦中 轩辕 行天 吃油做成衣排远远看着 大气不敢喘 龟袍男子眼瞳默然 这家伙的面容始终被一重迷雾般的东西罩着看不真切 语气平淡疏离 魏管主说笑了 才知过人 更兼勇武 竹龙在与不在 又有何分别 呲 魏管主 这个称呼 圈人 行天 吃油三人倒冲一口冷气 彼此对视一眼 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朝着后面挪移 魏渊头皮一麻 干笑道 啊 是是我刚刚鲁莽了 我这个人一向没什么脑子的 倒是让你担心了 是我的锅 我的锅 担心 本作可不曾担心你 竹龙语气平淡 只是突然察觉 魏管主既然能算计了本作 自然也可独自处理此番大劫 本作一想念九幽风光 一别许久 该回去了 别 别啊 魏渊死死拉住竹九阴的右手绣袍 竹龙抽了抽绣袍 扯不动 竹九阴嘴角抽了抽 扎手 我不 什么叫战神的从容 事实上如果不是某些人因为管主直接就上手扛起竹九阴了 直接来个琴笔金尖七天锁 人间的琴拿技巧未渊可是精通的 虽然大概率被竹龙反手一拳砸晕 我保证以后听你的 竹九阴你别走啊 你走了 我们这儿就真没脑子了 龟袍男子双目仓骨 注视着他 道果真如此 魏管主连忙并指指天 我发誓 竹龙双目幽远 四在思虑 最后缓缓汗手 为了此次大劫的话 却也可以 后面的三大忙夫妻其松了口气 龟袍男子语气悠然 旋即注视着魏冤 道 那么 往后本作的谋略弱势和那五侯相作 你听谁的 圈圆 吃油 行天 无声全场动作整齐划一 从起身前进同时化作了默契后退 气氛一下又变得压抑起来 魏冤面容僵硬 他很想要像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面的人一样 说一句你们不要吵 你们都是我的翅膀啊 不过大概会被揍得半死拖出去抛尸 余光将硬帝扫过 看到大意已经溜了 只剩下木牌上面的表情包 三大忙夫牌牌座 有多远跑多远 当看到后背求救目光的时候 晴天面容抱歉 往左看了看 看到轩辕带着微笑 比了割大拇指 汗手鼓励 晴天低语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引号点 不知道轩辕保持微笑的表情包 从牙缝里挤出声音 道 但是只要这样做 阿渊自己就知道了 这可是我做人黄几十年的经验 晴天恍然大悟 晴天比起大拇指 对魏冤露出鼓励的表情 旁边吃油多少是有点憋屈的 这不就是个混子 我当年究竟是输给了个什么玩意 吃油怒时轩辕 而后比起大拇指 对魏管主露出微笑鼓励的表情 月下三蟒夫琪琪对你比起大拇指 魏冤感觉到了自己的死照 心在天上前所未有地明亮起来 转头看向主酒音 大脑疯狂转动 无论如何先得要把现在这个难关度过去 他深深吸了口气 道 我踢你的 踢你的 龟袍男子五指微卧 直接将刚刚那一段岁月时间的倒影截留下来 化作了一段哪怕是流放到时间列系里面都不会消散的画面 平静放入袖袍之中 道 好 我没有问题了 魏冤 无声岁月流影 这么奢侈真的好吗 你是狐狸吗 朱九音喝了口茶 神色淡漠 冷哼一声 世上也未必只有屠山是懂得这个 朱龙语气平淡玩味 喜不应喜无喜之事 怒不应怒无怒之物 武侯的兵法 也是有用的 魏冤反应过来 咬牙切齿 竹龙你刚刚 只是在故意假装动怒 然后为了拿到自己的发誓记录 龟袍男子语气悠然随意 你猜 魏冤 无声竹罩九幽之龙 现在的你 真的很卑鄙 朱九音平淡道 说说看吧 得到的情报 有什么想法 提及正事 魏冤也只好收敛思绪杂念 回忆之前偷偷听到的那几名将领密谈的事情 神色郑重下来 道 没有想到何无已经被神破解开 尽管说我不同意那些人说的话 但是有一点却也不得不认可 他嘴角抽了抽 绝对不能允许那种混杂神力的超级兵器在人间爆炸 朱九音汉手 道 基本的判断 魏冤道 所以 我打算从这些真灵里得知大概的行军路线 渡河未办 击其中流 尝试把早尺手里的东西抢过来 或者说 最不计隔空一箭提前将其引爆掉 这东西太危险了 龟袍男子勾了勾嘴角 你这句话 和刚刚你拿到手的和图洛书说的 福西拆了他们时说的话 一模一样 魏冤道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又鲁莽了 龟袍男子平淡道 上兵伐谋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 但是面对这种必须死战的局面 谋略所能做到的 只是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在自己希望的时间 在自己希望的地点 和对手来打一场 魏冤右手握拳 砸在左手掌心 做恍然大误状 我懂了 所谓上乘谋略 就是在给对手 为了一公斤泄妖八斗之后 在他要笑发作的时候 拉着他到市中心广场上打架 天时地利人和 皆在于我 故而必胜之 朱九音 无声为管主 天赋技能 将高大上的东西 拉到平易近人到散发泥土香气的程度 朱九音一时间沉默 转而问道 真灵呢 魏冤袖袍一扫 将刚刚收起来的那些大荒降领真灵 一个个释放出来 那些真灵还处于被斩杀之前的模样 下意识地躲避未冤 下意识地远离他 满脸警惕 结果后背一痛 撞到了仿佛山岩般的东西 哪怕是真灵都觉得疼 转过头 看到个浑身肌肉的壮汉 看到那壮汉的脑袋也掉下来 下意识也就觉得是自己一鞭儿的人 心中惊惧愤怒 咬牙切齿道 你也被砍了头 可恶 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拿着那把斧头 明明 战神不是传说吗 不是被人族编撞出来的吗 怎么会 那把斧头难道说 就是传说的行天府 原来我们都已经是传说了吗 声音微声传来 将那大荒降领吓了一跳 因为这声音是从下面传来的 转身一看 那高大壮汉的腹部居然还有一张脸 这张脸的眼睛猛的睁开 带着十分的不甘涸 十二分的憋屈 怒吼道 那是我的斧头 是我的 与此同时 这个男人的右手抓着自己的头 抱在怀里 左手摸缩下巴 满脸疑惑道 奇怪啊 我记得 我们人族文官都是写实的啊 比如斧正 就是一幅砍销式之合乎标准 我们怎么会是传说了 那名大荒龙族将领面色煞白 老海中 文字浮现 十干七而五 行天 晴天很疑惑地沉思了好一混 道 而且 我的头也不是被斧子砍下来的 是被扶着你的那小子给削下来的 嗯 那龙族将领转头 看到非常热心地搀扶自己的阳光青年 这位外貌极为让人信服的男子擒着微笑点头 在下机轩辕 双引号叹号叹号叹号双引号 龙族将领触电一般跳跃起来 连连后退 比见到行天都反应剧烈 在浩瀚的岁月里诞生了无数的强者 但是单纯的让自己的名字的每一个字都具备无可比拟浑厚感的 唯独这唯一一人 呦 天 这些都有人拿来做名字 但是在这个人之后 再没有谁敢用轩辕两个字作为名字了 惊慌之下的后退 结果一脚把一个液晶显示屏给踩碎了 上面正在播放着的是某种黑白相见 软呼呼的野兽 龙族将领低下头 看到自己的右脚直接踏碎 显示屏坏了一半 就像是自己一脚把那石铁兽的脑袋踩爆了 龙族将领心中甚至于浮现一丝丝庆幸感 幸好 幸好 只是个奇怪的流影记录 应该没时 一股寒意突然爆发 仿佛天地化作暗沉 这是气势压迫魂魄 失去感知力 一片极具被压迫力的黑暗中 突然亮起两道血色的光芒 那是一双眼睛 一只巨大的手掌从黑暗中伸出 直接按在龙族战江的脑袋上 直接提起 一名标形大汉面容争鸣 左手将这条龙抓起来 右手握拳 砂锅大的拳头上似乎冒着黑气 身上的九离神魔纹身扭曲着 背后仿佛出现了一尊尊恐怖的陌生 你腿磨 你踩老子的猫 那是熊 熊啊 壮汉怒声咆哮 怒声道 胡扯 老子说它是猫 它就是猫 既然本座一只手能入恶时之 那它就是猫 我要把你挫骨扬灰 龟非烟灭 本座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冷静 冷静 这只是个梦境视频 我曹持有你冷静点啊 别真把它扬了 使不得使不得 看 花花 大熊猫花花在这里 看到吃油真的打算直接掏出吃油时 磨兵来把这家伙的真灵直接磨碎成鸡粉 行天 未冤 轩辕额头冒冷汗 一个抱腰 一个拉住左手 一个抢右手的兵器 死死地把这进入狂暴模式的战神吃油控制住 那龙族降临只觉得自己进入了一场永不醒来的噩梦 惊慌恐惧的时候 看到了那边的灰袍男子 微微一正 记忆里浮现出家族中的那几幅画像 作为立于龙族之巅的真正传奇 逐罩九幽之龙 龙族大喜 几乎是喜极而弃 老祖宗救命啊啊啊 他要扑过去的时候 看到拉着吃油的未冤转头疑惑到 竹龙你除了学着挖黄捏了个股 居然有后裔 你不是严格意义上没有性别 为管主被反手拍飞 而亲眼目睹立于龙族之巅的传说和那青年的关系 这位来自于大荒雷泽的龙族将领思绪凝致 在一众怪物的目光逼世下 最终心态崩溃 不是说战神只是传说吗 不是说战神只是人族为了鼓舞士气而编造出来的东西吗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人族战神批发布吗 最终桀骜不驯的龙族战将 在这一排老大哥的友好亲切注视下 老老实实地把东西重新复述了一遍 结江早耻啊 轩辕皱眉 确实是很棘手的对手 必须要对他进行斩首拘杀的话 甚至与我或者吃油单兵对他都未必 柔软美好的声音响起 这一次 我出手吧 一时间安静下来 为冤下意识回头 名为大义的人族单兵战力巅峰嗓音温和 道既然他说他已经超过了我 那么 我也想试试看 他腼腆笑了笑 道 或许 他真的超过我了也说不定呢 第677章大义 我将以全胜姿态出击 大义的声音缓缓落下 整个清醒之梦中都陷入死寂 大义平常不说话 一说话代表的就是最狠的那种 正位在历史上的记录其实不多 严格意义上远不如神农士 轩辕 诗油这样的存在更有分量 但是那还得看关于大义的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比如行天 关于他的一部分就是他其实是文官 以及为神农部族创作诗歌 之后和轩辕发生冲突 两人选择不率领部队内耗 彼此一队一决战 身死之后被斩首这样的壮阔历史 以及最后斗战之志 至死不休 天行与我和家焉 顾鸣行天 轩辕和吃油那就更多了 一个率领上古的英雄们创造文字 征讨四方 聚集部落 一个是八十一个兄弟 九离部落 采金铸铁 大义的记录一点都不多 而且内容相当统一 一点都没有偏离主题 一个字 杀 两个字 屠杀 四个字 一个不留 亚语 早此 九阴 大风 风夕 修舌 皆未名害 瑶乃使一诸早此于愁华之也 杀九阴于凶水之上 脚大风于清秋之则 上射十日 而下沙亚语 段修舌于洞庭 秦风夕于桑林 直接杀穿了一个时代 对于他的记录不是在沙神 就是在沙神的路上 除此之外 也就是关于感情的事情多有波折 不过说起来 嫦娥奔月有两种说法 但始终归是嫦娥吃下了 希望母子语的不死药 而嫦娥飞到了月宫之中 是位嫦西的下属 嫦西却又是帝郡的妻子 最重要的来了 大义原本是出身于大荒 连射日宫都是帝郡所赐予 让他来下界扶持正道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这位杀红了眼睛的战神 最终以帝郡亲赐的神兵 以帝郡赋予的大义名号 将十日射杀到只剩下一只 魏约敏锐的从大义的过去看到了很复杂的英雄成长轨迹 作为人族的弃因 被大荒的生灵养护长大 从天地那里得到了神兵 却又和西王母有关系 最后为了抚育他的山海众生 和曾经的恩人成为陌路仇敌 横压一世 所向无敌 庇护了一整个时代后将神赐的兵器归还于上天 此于大荒将当古典的英雄传说轨迹 或者说正是这些英雄的经历 化作了神舟对于英雄们生平的大概认知 而从这些简单的文字里面 魏约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不对劲 就这么说 这上古莽夫族里面 大义是最清秀的 最安静的 最腼腆的 是嗓音最温柔的 甚至于有点类似于少女的声音 是身材最轻瘦的 看上去外貌几乎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 在一帮肌肉杀神里面 显得眉清目秀人畜无害 也是风起来最恐怖的 从南沙到北 从东坎到南 所向无敌 最终死于大荒之中 此音众说纷纭 但是大概是因为为了把嫦娥 从地非常西的太阴月宫中救出来 而落入了大荒诸神的陷阱 最终要么是四大天竞的巅峰强者一起出手 将其围杀 要么就是帝君亲自动手了 除了这两种 没有可能 但是 大义死活不肯提起过去 不肯提起嫦娥 帝君 长袭之间的各种事情 大家也不敢开玩笑开得太过分 要不然这个腼腆青年微笑着掏出一把弓箭来 连行天都得直接架盾 防御 皮苍肉厚 开玩笑 当年被大义诛杀的羞蛇 另一个名字是巴蛇 而且是最古老的那一条 号称是神代最大的蛇类妖神 最终还不是被大义给射死了 其身躯分作两端 其中一部分留在大荒 另一部分还古风化 化作了神舟的巴领 是和西方吞噬世界之蛇类似的神灵 该死还是死 也因为这个违约甚至于怀疑大义的弓箭射出去的效果跟坚信号似的 而且还附带了自描 穿透 地中 爆炸 建设等一系列专长加成 否则 巴蛇的尾巴骨头变成巴林 那本体的多大 啊这 那什么 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 圈圆嘴角抽了抽 居然反过来劝说他 道 这 区区一枝枣齿 想法子解决掉也就好了 哪需要阿易你亲自出手 不应当不应当 这只是一名神将而已 杀红了眼睛拦不住啊 神农是干笑着劝说道 无妨的 大义 这 交给阿渊就行了 杀红了眼就算了 把阿渊的身子给搞坏了就玩完了 吃油摩拳擦掌 拱火道 上啊 打啊 姬轩人 你是不是耸了 打起来 打起来 吃真男人就不要耸 晴天直接反手一个 请笔金尖七天锁 金丝缠舌手把吃油捂住嘴 你特么 闭嘴 大义笑容腼腆 挠了挠头 道 放心 我不会太过用力的 而且 早此其实很强的 速度力量 都非常厉害 是我对手里面最强的那个 所以我也渴望和他交手 晴天一本正经道 他的意思是 憋了这么久 有点手痒了 早此是他交过手里面 最皮糙肉厚的一个 能让他多玩一会儿 为了能多玩一会儿 大义愿意收敛一点力气 只用一小半的实力 为渊 轩辕 神浓 三人齐齐看向大义 大义嗓音柔和道 他的气血雄浑 晴天沉思翻译 皮糙肉厚 结实耐操 腼腆少年 瞪大眼睛 而后道 我是认真的啊 晴天理直气壮 他是真的想出去打 大义道 近战很难对付的 晴天 你们上不行 我上可以为冤嘴角抽了抽 无奈吐槽 我相信你是文官了 这种翻译的水准 简直就是卧龙凤厨 那边的腼腆少年 已经被行天的玩笑戏弄得面红耳赤 正当为冤绝的反应 估计下一步 眼角都要飙泪花了的时候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不擅长言辞的 眼角泪花的大义 突然反手掏出一把赤色遍地的战功 整个清醒之梦当中温度直线上升 其上遍布神闻 来自于天地的神兵 最终却象征着神中最古老神话中最壮烈的反抗 五指微卧 虚空凝聚 出现了一枚造型古老的暗金色弓矢 手腕一抖 直接化作五根箭矢 箭矢反手架在战功之上 无边恐怖的锐气直接爆发 诸神射日 天下无双 卧槽 冷静 阿约你知道为什么不敢让他出了吧 冷静 冷静啊大义 晴天直接架盾 头皮冒冷汗 未冤藏在盾牌后面 额头冷汗狂冒 知道了 但是你有必要亲自给我来这么一出 让我亲自体验一下吗 这种气势 看来之前大义和我对练的时候 完全就是在玩啊 那不是废话 这就是大义的权利吗 可那也没必要一出手就开大吧 开大 你在说什么 相当闲熟地躲在行天盾牌后面的神农道 这只是他的普通攻击啊 或者说 大义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招和平A的区别 最终还是竹九音出手 把大义的兵器给没收了 毕竟大义属于是梦境战魂 是曾经的英雄在岁月之中留下的烙印 既然是竹九音将他们带出来 那么自然竹九音可以随时把兵器给收了 有权限 就是这么为所欲为 大概 我们明白了 魏冤擦了擦冷汗 迟一道 只是 大义你现在是梦境战魂 又不像是之前有吃油的气息 你要怎么出手 大义道 龙虎山上 还有一只金屋鸟吧 他道 当年那只金屋死去之后 魂魄当中的善心化为了人 投胎转世到了摇的城池里 似乎是很害怕我会去找他的麻烦 所以每天很认真的帮助他人 我观察了他一个月 觉得他已经痛改前非 所以后来把第十只射日剑留在他家的窗户上 以表示不会对他出手 那一只剑应该还在他那里 靠着这一只剑时 我应该可以出手一次 早此押送的东西 会对人间产生巨大的冲击 需要拦截 金屋鸟 赤照公民 为冤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 他的话 正好我也要去龙虎山 到时候 到时候 我和他提一下这个时期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大义就到 到时候 我亲自去和他说吧 靠着那见识 我是可以短暂现身的 毕竟 也算是故人 需要亲自登门才和轰炎黄的礼数 为冤 啊这 看着眼前大义诚挚的眼神 为冤缓缓点了点头 那 那好吧 大义上门见金屋 这是真刺激 赵公民 财神爷 您被要了没 龙虎山 赵公民狠狠地打了个喷嚏 疑惑不解 奇怪 这股莫名的含义是从何而来 难道是那位位馆主又来了 赵财神视线横扫龙虎山 玄疾安下心来 没关系 反正老道是说今天赢一把就去后山修行 既然说了这句话 那大概是的打个通宵 真是老年人的含蓄 为馆主上门来也就老道是倒霉 赵公民倒是乐得看热闹 心中玩味 而清醒之梦中 为冤看向竹九英 想了想到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竹龙 你手里也有一块和图洛书对吧 我刚刚也得到了一块 以你的实力 在这梦里 能不能短暂让这两块石碑融合起来 既然和图洛书是被福西拆分的 那么拼起来不就会提升整体能力 竹九英挑了挑眉 是可以 但你想要问什么 魏冤道 我想要问什么 魏冤看向那边的行天 这位上古战神的本体还在 只是手机被埋藏在了人间 而身体失去大脑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 又因为某人的一发言罐子 把仇恨值拉到满 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活动 在魏冤的清醒之梦里 也就是说 只要找回行天的手机 行天恢复理智 人间即将拥有顶尖战力 魏冤吐出一口浊气 言简意该 行天手机的具体方位 声音顿了顿 补充道 一对一和早迟打 我担心冲漏子 所以 再带一个战神比较保险 近战友行天 远攻势大义 就应该比较稳了 有九成八的概率击败早迟 毕竟早迟可是帝君说得很强啊 谨慎点比较好 第678章大荒神山 天地封印 哟 轩元 你想要出去吗 我就喜欢你这样得不到又嫉妒我的表情 多来点 多来点 哈哈哈哈 吃油 我会连带着你的份儿一起打出去的 在知道自己也可以出去参战 和早此愉快玩耍之后 晴天得意洋洋的炫耀 最后被轩元和吃油按住好一顿爆锤 而清醒之梦中其他几位 对于这样的画面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魏渊表示 文官聊着聊着就会伤手 用亲切友好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争议 这难道不是随处可见的事情吗 这多正常 所谓平息争端 平者 定也 吸者 呼吸也 平息争端就是使得创造争端的家伙停止呼吸 问题就解决了 魏渊无视了那边打得拳拳到肉的三大莽夫 反手将那和图洛书取出来 逐久因动作不变 被他流放到无数岁月列系当中的另一块和图洛书分铃重新浮现 在魏渊取出来的和图洛书才刚刚喊出一声 缅下 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周围的情况时候 就直接合体 剧烈的天机变化浮现 又忌数地被压制留存 只在清醒之梦中回荡 和图洛书的剧烈变化 让那边打得热火朝天的三大莽夫都停下来 然后理所当然地凑过来吃瓜 最终伴随着天机的骤人压低 古朴的石碑之上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玄妙万分的纹路 和图洛书的声音惊恶 而后似乎不敢相信 最终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啊哈哈哈哈哈哈 力量 我感觉到了力量 回来了 都回来了 我的力量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哈 从今往后 我即是天机 我即是天命 我将不受任何人的束缚 真正的把握命运 编织众生 一切都将在我的掌握之中 和图洛书之灵放声大笑 身边无数天机验算 隐隐幻化出无数种命运长河的轨迹 更是增添了诸多的狂暴 大到 浩渺崇高的神性韵味 让人忍不住恐惧 忍不住敬畏 让魏冤觉得当年的福西把这货拆了 是完全有原因的 换他他也拆 直到和图洛书分 临以反派登场般的气势放声大笑 从今往后 再没有谁能够批 他终于逐渐意识到周围的氛围似乎有些奇怪 抬起头 看到前面吃油 轩辕 行天 大意 为管主五个人做成一排围观 挺有发啊 晴天盘腿而坐 怀中抱头行动 右手摸缩下巴 左手挠后脑勺的痒痒 颇为惊异地上下打亮着和图洛书 是啊 我家白则要是也有这个气魄就好了 剑木的声音 是轩辕 大意腼腆微笑不达 吃油皱着眉头 和图洛书那豪气冲天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了 一个战神 两个战神 三个战神 这是捅了战神马蜂窝了 吃油摩梭下巴 缓声道 这个是 何图洛书 是真品吗 魏冤道 应该是真的 晴天爽朗大笑道 没事儿 是真的是假的 咱们鉴定一下就行了 这俗话说得好 假得好不了 真的碎不了 事实就是事吧 一边微笑一边反手掏出一把大斧头 轩辕手中的轩辕剑出鞘 吃油反手掏出十魔兵里面最适合劈砍的战刀 几个莽夫的鉴定术毫无疑问都是一脉相承的 和图洛书被一重重巨大的黑色影子覆盖 转头看到了那边的灰袍男子 直接大声喊道 强大雍龙的轩辕皇帝 伟大的神龙士 斗战不息的伟大战神行天啊 所向披靡的兵主持有啊 还有那伟大的大义 以及博物馆主 你们卑微的小洛随时为你们服务 兵器的残影瞬间停滞 擎天府贴着左边 任口风锐 吃油磨刀则是在右边 在和图洛书的背面 大义右手扣着四根箭矢 如同虎爪一般 箭矢的风锐之处抵着和图洛书的后面 轩辕站在前方 轩辕剑抬起 抵着和图洛书 雍容的人黄紧着微笑 这才对和图洛书的视角 四大神代的战神俯看着自己 刚刚是被描编了 如果不说出来 搞不好就是被直接暴揍 轩辕微笑道 你刚刚说 你要编织什么 和图洛书分铃干笑着道 伟大的人黄之使 人族真正第一位帝王啊 您说什么 小洛不知道啊 我 我承认我刚刚声音是有点大声 轩辕把剑收回来 点了点头 笑着道 乖 我们刚刚也就开个玩笑 欢迎欢迎 和图洛书在得到力量之后 膨胀的第二秒钟就被现实殴打回去 战古文官密传交涉数成号四 效果拔群 和图洛书老老实实地待着 晴天凑过去 羽带兴奋到 快点快点 搜搜看我的头在哪 当年轩辕这小子把我的头披下来以后 羽王又把我的脑袋带走 不知道藏哪去了 在一众老大哥的注视下 和图洛书开始老老实实演化天机 如果说和图洛书还是本体的话 那他确实不必耸 但是本体不是被福西拆了吗 这形式比人强 不能不低头 而且他觉得如果他真的把所有碎片都挤起了 最后搞不好这帮人会找到挖黄 然后就可以直接召唤福西了 然后福西出来 就是再拆一次 这不是耸 这只是听从了内心的指引 在轩辕汉手 竹九音点头之后 和图洛书开始推演天机 石碑之上 无数密密麻麻的天机纹路流动着 最终编织岁月 洞穿命运的痕迹流光浮现 石碑上出现了画面 而画面玄机被竹九音直接扩大 出现在整个清醒之梦中 确定是要把行天的手机带回去吗 引号点 粗豪的声音 却带着凝重 魏冤下意识抬起头 下意识停止几倍 推演的画面里面 穿着简单衣物 气质豪迈的男子似乎是在低语 那正是羽王似闻命 羽 魏冤弥南 这应该是分裂山海前的事情 圈圆地盏行天 葬之于长阳山 而羽王后来更把行天的手机带走 作为人间的后手藏在人间 有点奇怪 竹九音皱眉 很快魏冤也察觉到了竹九音所说的奇怪的地方 画面里的羽似乎是在和另外一个人交流 但是在这画面里面居然没有那个和他交流的人 只剩下了羽王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绵眼书朗 气质豪迈的男子叹息 确实 人间分裂山海之后 为了防止诸神进犯 需要有后手 吃由藏之于空桑 共攻封印于东海 有这两个在的话 哪怕是大荒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 也绝不敢在人间开启神话概念 那会本能地牵引住吃由的敌意 也会惊醒封印当中的共攻 这是人间界最关键的两个后手 但是也要有应对此一极麻烦的准备 明面上的话 和昆仑完成了约定 西王母和庚臣会在人间 庚臣或许会认真的履行和人间的约定 但是西王母 算了 她现在的性格完全是懒懒散散 贪玩好吃 还喜欢漂亮裙子 上古羽王仰天长笑 大姐头啊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一个小姑娘似的 羽王转头看向一侧的方向 提醒道 这句话你可不能和旁人说 不准录音 不准刘影 我对大姐头那是很尊重的 就是她现在变得我都有些不习惯了 当年明明特别能打 她穿戴过去的铠甲指点我一段时间 我18岁前的目标就是能把她打败 结果每次都被抽得鼻巾连肿 庚臣之主西王母曾经指点过羽 为渊亚异 这种与过去的经历她完全不知道 没有想过 羽王居然有这个经历 等等 这样说起来 西王母这一脉是不是都有下山来指点人族英雄的传统 九天玄女对轩缘 西王母对羽王 不过看起来 西王母似乎脾气很暴躁啊 至少打架才暴躁 还是说 戴上面甲所以能够尽情的出手 你以为是戴上了面具 其实恰恰是掀开了面具 正好没人认识 能够尽情的发泄 魏渊心底吐槽 羽王叹道 所以暗面的话 就以淮水或君吾之旗 以及战神行天 这样有底牌 次一级的威胁也有应对的方法 明面 暗面都有 哪怕我出了什么不测 人间也应该能安稳绵延下去吧 制衡贡公的九州铁也还剩下点 就放在这里了 秦天手机就放在这里好了 画面里面 羽王将东西留下 而后布置了一层层的阵法 随后羽王洒脱离去 这一片山巒 伴随着山海分裂 沧海桑田 不断的发生了一重一重的变化 秦天的眼神变化犀利起来 秦天第二个头的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 这个位置是 未冤咒没辨认 打算之后尝试寻找 而就在这个时候 埋着行天头的地方突然晃动了下 然后这个头居然自己走了出来 抖了抖身上的土灰 放声大笑道 啊哈哈哈哈哈哈 姬轩人你个蠢货 你居然以为这样就能赢了我吗 好好天地 我行天又回来了 姬轩人 无声缓缓转头 脸上的微笑逐渐危险起来 秦天眼关鼻 鼻关心 可正在这个时候 突然钻出一只石铁兽 咬住行天的头发直接就跑 秦天大怒 卧槽 那是我的头 吃油拍手大笑道 好好 真乖啊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这只石铁兽抱着行天的头翻滚 最后咕噜咕噜越滚越小 变成个团子模样 飞腾起来 落入一只手掌上 视线向上 是一名面容俊美的青年 一身白衣 并脚发丝缠绕金色彩线 玉冠树发 风神俊朗 右手托着那封禁者行天手急的东西 左手一根糖葫芦 张嘴咬了颗山楂 魏冤猛的起身 惊恶 开明 这家伙 逐久因皱了皱眉 看来 迟了一步 羽的后手居然被开明给拔了 魏冤心中有着一拳砸空了的感觉 旋即也有恼怒 甚至于还有一种奇妙的 觉得这发展很合理的感觉 羽王的脑子 也已经尽力了啊 不过 仔细想想 人间的后手里面 七王母下落不明 吃油尘睡着 贡宫准备破风和人歼打一架 嘴猴子的实力 因为佛门东渡的原因受到了削弱 更尘转世 现在连行天的头都被开明受爆出来了 甚至于可能是在三五百年前就挖走了 开明 这老银币 魏冤咬牙切齿 而画面上身穿白色明带服饰的俊朗青年消失不见 啃着糖葫芦溜溜达远了 魏冤恨恨道 开明 嗨 你们在找我吗 本来什么都没有的 和图若书上 突然一下又出现了开明的脸 从一侧一下跳出来似的 做得极尽 几乎就贴着和图若书的石碑 这朗青年笑容灿烂 嘴角从两侧勾起 眼眸幽深 伸出手打招呼似的挥了挥手 哟 你们好啊 吃了吗 没吃的话 今天打算吃什么 卧槽 泥马 干 槽 伴随着四声整齐画一不知意义的声音 在石碑前看着画面的未冤 行天 吃油 轩辕 被突然冒出来的脸下的一个哆嗦 猛的后退 而后整齐画一 四肢战神的右脚直接猛的一脚踩在那张脸上 我踹 我踹 神棍给也死 画面消失 四只脚直接踹在了和图若书上 和图若书半句话没坑出来 原地转体三圈半外加托马斯回旋直接飞出去 而后听了嘚嘚嘚的声音 一道道箭矢几乎是传射出去 直接把和图若书在空中打出了十七八种不同姿势 而后翻转 和图若书重重落地 扑街 这还没完 众人手中都拔出兵器 死死盯着那边 魏冤嘴角抽了下 居然被开明察觉了 龟袍男子仍旧有兴趣喝茶 魏管主咬牙切齿 竹龙 竹龙你说句话啊 怎么回事 竹九音嘴角勾了勾 看戏 哈 龟袍男子看到博物馆主怒怒相识 随意道 确切地说 是过去岁月的开明云影把握住了来自于未来的天机窥测 却又不知道来自于何方 来自于谁 所以故意做出了这一个动作反应 他的性格自古如此 真倩 为馆主嘴角抽了抽 精准地下了决断 真是充满恶趣味的家伙 但是很棘手 不过 既然如此 行天的首级落入了开明兽手中 那么行天的出差计划也得要终止了 看了看那边畅然若失的行天 以及放声嘲笑的轩辕和吃油 魏冤收回视线 看向何屠若书 回忆刚刚浮现出的羽王 神色微变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先前无法补算羽王 从刚刚的画面来看 难道说 可以了 魏冤把扑接的何屠若书扑起来 而后到 与现在的具体位置 何屠若书 无声要不我还是继续扑着吧 魏冤道 你刚刚已经补算出了羽的信息 试试看 避开帝郡 只补算羽 啊这 好吧 我试试看 何屠若书想了想 憋足了力气 石碑上的纹路猛的亮起 经历过艰难的碰撞 这一次 居然不再是先前说的不可能 不再是毫无所得 而是出现了一座似乎无穷高 无穷广 极端高耸神圣 被云雾笼罩的神山 画面拉近 进入神山内部 一个身材高大 五官豪迈的男子被捆覆起来 一道道锁链锁着他的手腕和脚腕 将他整个人拉高锁在虚空 动弹不得 他的头颅低垂 曾经的黑发里面已经掺杂了白发 魏冤思绪凝滞 猛的起身 雨 遥远大慌 那发丝斑白 被死死捆住的男子似乎有所感觉 抬了抬头 面容依旧 唯独黑发几乎半白 正是当年曾经立下无数功勋 来不及看到更多的信息 河图洛书之上的画面重新开始崩散 化作了丝丝缕缕的天机纹路 河图洛书的分铃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到无法理解的东西 发出了一声惨叫 而后直接分离 魏冤下意识上前伸出手 下意识喊出声来 雨 眼前仿佛化作岁月迷雾 前面是渐行渐远的雨亡和气 而魏冤自己在此刻重新化作了当年身穿褐色衣物 黑发乱糟糟糟细成马尾的古代陶匠 只是那两个家伙越走越远 他下意识的想要迈步追上去 可是才走了两步 背后传来声音 不要去 站在原地 魏冤 魏冤脚步一顿 朱九音 他认出这个声音 下意识停在原地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按在他肩膀上 在这层层迷雾之中 灰袍男子的身影突兀的出现 而就在这一瞬间的恍惚 魏冤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清醒之梦中 只是整个清醒之梦却几乎当场崩碎 和屠落书分林已经重新从一块变成了两块 就这样中间还多出了一道道裂痕 大有直接有四分裂变成四分的趋势 整个以他的真灵为核心构建的清醒之梦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坍塌 清醒之梦的地面破碎 天空暗淡 仿佛被烈焰烧灼腐蚀 被岁月侵蚀 彻底化作激粉的趋势 朱九音站在魏冤背后 手掌按住他的肩膀 魏冤此刻才注意到 自己居然下意识站起来走向裂隙 差一步就会从清醒之梦的裂隙里摔下去 真灵从真灵裂隙的梦境摔坠 这样一个不好恐怕会直接三魂颠倒 当场昏厥重伤 走火入魔 魏冤当即冒出冷汗 这 这是 是地骏 朱九音收回右手 道 小心点 地骏察觉了 不 只是地骏抵达了与现在在的地方 龟袍男子嗓音沉静 地骏并不擅长天机占卜演算的部分 但是却极擅长防御和攻击 如果他刚刚真的察觉到了你在推演他 朱九音的声音顿了顿 不带有一丝玩笑的语气道 那么他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这个清醒之梦 就归他了 你和和图洛书 刚刚只是被动卷入了地骏的星斗阵术之中 被余波反噬 余波反噬 只是余波反噬 就差一点让他的三魂颠倒 让和图洛书自动分裂以分担伤害 魏冤新潮涌动 道 他 这么强 朱九音语气略带一丝嘲弄 反问道 你现在也已经看出来昆仑三神彼此的关系 没有你想的那么融洽 那既然昆仑三神彼此的关系没有那么好 那么他们又为何会保持表面上的联手和合作 长达数千年乃至于近万年之久 因为外力 魏冤自然的得出了这个结论 因为若不联手 就只有灭亡这样的外力压迫 昆仑神系略强大于大荒 但是昆仑三位神主 大荒为独帝郡 这样对比的话 帝郡的战力绝对要强于那三位单独 龟袍男子淡淡道 算是给你个教训 若是帝郡察觉 亲自来此 哪怕是我 也只能带着你去九幽 雇注你的性命已经是极限 就此失去参与棋盘的资格 龟袍男子语气玩味 道 不过 若是你愿意设下人间的诸多远法 远离人间 去我的九幽做一个厨子 本座倒是也乐见其成 如何 到时候便是帝郡和开明亲至 本座也护得助你区区一个厨子 魏约下意识想到了这一世第一次见到竹九英的时候 竹九英九幽地下修建的那个跟监狱式的厨房 嘴角抽了抽 这个的话 还仅允许我拒绝 我为馆主这辈子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对自以为是的天神说拒绝 竹九英喝了一声 转而语气平淡 至于她的实力 战古十大之中 各位天神各有所长 但是 无论怎么样排列 帝郡都永远在前三之列 前三 第一第二是谁 他就是第一 朱九英随意到 那个境界的存在交锋 根本无法分出第一第二第三 那三位是并列的 你可以认为 哪怕是凌驾与万物之上的十大巅峰 同样隐隐分出了梯队 其中帝郡是任何阵营都公认的第一梯队 诸神之地 最强之神 至于蛙黄的综合实力 处于第四位 但是福西却绝对的第一梯队 帝郡之所以当年不曾吞并三界八荒 就是因为福西的存在 魏冤道 福西 他比帝郡强 朱九英摇了摇头 不 未必 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单独厮杀过 但是福西和蛙黄联手 曾经是上古时代当时无愧的最强 即便是执掌群星 涉及岁月和命运的帝郡 也只能够在其之下 居于第二 换句话说 朱九英深深注视着魏冤 存在有哪怕是神话概念众人皆知 也无法击溃的敌手 譬如吃油 需要轩辕 丰厚 立幕 耕臣 神龙 行天 女拔 玄女等一众神代一流高手联手才能击杀 帝郡同样如此 按照目前已知的情报 唯独巅峰期的福西和蛙黄联手 才能压制帝郡 龟袍男子与气平静复杂 所以 对于与当年居然单人独剑和帝郡独斗大荒之上 纵横三万里后才战死 本座心中 既觉得嘲讽 竟然如此不自量力 却又觉得敬佩 竟然如此 可帝郡彼此厮杀到奔走了三万里才战死 轩辕也未必能做到 何况是当初被天机反噬受伤的四文明 朱九英感慨 不过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 毕竟 当年与其说是厮杀三万里 不如说 是羽王将帝郡带着远离了人间城池三万里之外 当时两人战斗的方向 是直接远离人间 远离人间 魏冤恍惚了下 仿佛看到自己的好友不顾一切的和帝郡出面厮杀 最终将其成功牵扯远离人间 后坦然战死 也就是说 那是真灵 是真灵 甚至于 是残灵 魏冤闭了闭眼睛 心潮涌动 激动 以及一瞬间就想要奔跑过去找雨的冲动逐渐被压制住 许久后才睁开眼睛 道 雨在地方 是哪里 朱九英摇了摇头 事已不知 大义想了想 开口道 是天地山 天地山 大义点了点头 解释道 当年我的战功 就是帝郡在那里给我的 按照说法 天地山是和昆仑山相对的概念 昆仑山具备同时存在有不同世界的概念 而天地山则是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你可以认为 那是游荡在昆仑 大荒 三界岸面策的特殊存在 如果说昆仑代表着十方共存 那么天地山就是在十方之外 非生非死 无过去 无未来 不可见 不可想 不可去 只有以特殊的方法才能抵达 为冤咬牙 去不了吗 大义摇了摇头 道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靠近了 也无法抵达天地山 我虽然知道大概的方位 但是也没有办法进入其中 只能够在固定的时间接近那一座山 他比划了个手势 道 大概就是 天地山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三界大荒的常态世界交错而过 那个时候站在大荒的边缘 能够看到天地山 但是却无法抵达 就如同海事渗楼一样 大义察觉到了魏渊的想法 微笑道 你想要去 我必须去 魏渊回答 沉默了下 魏渊的大脑反倒思绪 越发清晰 排除一切的干扰讯息 他遵循着内心的真正想法 道 如果有赵公民财神那里的那一枚箭矢 大义你能发挥出多少的实力 腼腆青年眼睛弯起来 笑意越发温和 而后安静温柔地突出两个字 巅峰 好 我会帮你带回来 早此 交给我 魏渊突出一口气 就像是我们交出的答卷吧 我 我们 跪以人族现在的方式 击溃那位天神的神将 而后就拜托你了 大义 至少 至少请你带着我去天地山的入口 魏渊握着剑 道 这几天时间 在梦里训练一下如何对付早此 他思绪顿了顿 突然道 对了 说起来还是有点好奇的 上古十大里面 没有分出最强的 那么最弱的是 哦 是不周山神 是不周山呢 不周山神 老山祖 这一个答案直接整齐划一的被说了出来 上古巅峰强者之耻 虽然说撞倒他的那位也属于是巅峰强者 但是吧 神农是斟酌了下言语 道 他的拜法 过于艺术性了点 就是被另外一位巅峰击败 或者说落入陷阱 我们只是会惋惜 会觉得那些设下陷阱的太过于无耻 岁月长河流转 无数传说出现又消失 或许过上千年 大家就会逐渐忘记他 但是就因为这个死法实在是太前卫了 能够背负天柱 跨越三界抵达世界之海边缘 携山超海之神 居然在吃瓜的时候被一后生直接撞腰杆子上给创死了 那天之前 大家提起他 还是 伪灾 携天柱已超四海 那天之后 就是吃瓜变成瓜的典范 瓜中之王 茶中之茶 真是够惨烈的 为冤无奈吐槽 因为死法太艺术性被记了几千年 也是绝了 他从清醒之梦中出来 额头还感觉到了一阵阵的抽痛 骑成薄龙 回首看到那三万前锋军已经开始撤离 大慌的天空压得很低 天空中十二轮太阴心同时存在 是有别于人间界的瑰丽壮阔 转身驾驭薄龙 回到人间 直奔龙虎山 龙虎山上 身上挂了起码十二个道门神职 既是门神 又是护法神 雷神 武神 顺便还要驱逐瘟疫的瘟疫神 风雨神 甚至于帮忙种田的道神 以及武财神的赵公明同志 洗漱之后 坐在龙虎山最高的树上 开始了他几千年如一日枯燥的生活 赵公明龙虎山观察日志新版本 凤四语的日常 找吃的 吃东西 找吃的 吃东西 一天三次祭祀祝荣室 最近似乎打算第四次开始了 奇怪 这小姑娘这么吃东西 居然不会胖吗 有香客问他 他居然说是神灵保佑 那个香客显然不相信 不过 这个借口和龙虎山倒是相配 原来凤四语也会说谎啊 阿璇的日常 做早课 修行 给凤四语做作业 给凤四语做吃的 给凤四语投食 给凤四语弹琴 最近正在开始用零食诱惑 凤四语去好好修行上课 效果拔裙 昨天弹琴的时候 凤四语睡着的时候枕着他的大腿 结果保持原本动作不动维持了足足三个时辰 灭红耳赤 之后气脉不顺 走路一瘸一拐 被山下回来的失职怀疑失犯了痔疮 当夜收到马应龙三只 柱 凤四语以为是好吃的 险些偷吃掉 女拔 大佬 脾气差 还是算了 不要观察的比较好 因为某些原因 赵公明同志对于实力强 又脾气差的家伙 有极为浓郁的心理阴影 翻过一页 记录老天师如下 在连贵三百把牌位后 被官方认为是故意来找茬的 封号99年 张若素沉思 张若素决定打算等到99年解封后继续玩 更换游戏 遇到四个组团的新手 决定去打秋风 被剃了光头 输了一个通宵 狂喷垃圾话 说这四个家伙都是非主流吗 居然用关云长 武安军这样的名字 等到有机会见到这两位本尊 一定要好好提一句 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嘲笑这些家伙 谷中仙女 正在尝试尾随张若素 将西方不老权和反老还童权给天师下药 第十七次失败无果 正在筹备第十八次 目前打算用不老权来和面做牛肉面 以及用反老还童权做红糖瓷吧 令柱 凤四语打算偷吃不老权特产 令柱二 小阿璇正在尝试防止凤四语偷吃不老权 令柱三 林柱二在思考不老权能不能让那小活尸 恢复正常和凤四语组成攻守同盟 今日心情 这吃瓜真是一件美事啊 今日最后一句 我看到卫馆主上山了 看来天师的麻烦又来了 愉悦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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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在下面隔了好一段时间 有另外的字迹补充了一行文字 这和赵公民截然不同的文字 用古怪的语气记录到 在我们听到声音感到的时候 原地只看到了这一本日记本 第680章于雨渊 大荒天地山 雨王被锁链封锁着 在这位于石方之外 世界暗测的区域 陪伴着他的只有永恒的孤寂和沉默 刚刚云云感觉到了些许的窥探 以及那一缕熟悉的契机 只是转瞬那气息就消失不见 被一种永远的气息遮住 伴随着脚步声音 一味挤柱弯曲的老者提着灯盏走进来 嗓音沙哑 地狱在说什么 什么冤 黑发斑白 被锁链困住的男子大笑起来 道 是啊 冤 他仍旧得意洋洋道 我的好友 我刚刚又想起了他做的饭菜 那可真是人间美味啊 不嫌不淡 你有机会也该尝尝看的 可比这里好得多了 刺文命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 转口道 要不然 你把我放出来 我再做点饭 几倍弯曲的老者面容泛起一阵苦味 哪怕是无血无泪的天神 都在一瞬坚决的胃部翻腾起来 这位地狱的魂魄被带来之后 也曾经争吵着要做饭 出于对强者的尊重 天地山的神灵允许了地狱的要求 并且还非常热心的为地狱准备了食材 最终一众天神们遭遇了数千年来最沉重的痛击 如果不是羽王也在面不改色的吃的话 他们几乎以为这个浓眉大眼的人族王者是在饭菜里下毒了 不对 是在毒里面下了点面 不过 说起来那一日还有另外一位也面不改色的吃了下去 羽王四文命抬了抬头 一双虎目神光灿然 看向那边 一位身穿寻常衣物的男子右手提着一个酒坛走来 对方黑手一直垂落到腰间 身材高大 却自有雍容 顾盼之间 欲至金像 如群星万象 容貌俊朗的程度 在诸神之中也无可比拟 帝俊 那老者慌乱行礼 道帝俊 帝俊摆了摆手 而后直接让羽王的锁链暂且打开 道 想要做饭的话 就去做吧 羽王大笑起来 道 真的是 你的性格 如果不是敌人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很投缘的 冤 气他们都不想要吃我的饭 我这些年可琢磨出了不少的菜式 庄眉垂落的驼背老者眼角抽了抽 心底把这句话自动翻译 这些年琢磨出了不少浪费食材的法子 羽王这个人 从来使人讶异 他仿佛有着某种极为玄妙神奇的能力 能够把一切上乘的食材 都做成一锅炭的模样 这些食物哪怕就是生吃味道都不会差的 被这位大聪明义烹饪 说是能把滔铁堵死 驼背老者都相信了 MD 羽王做的饭 滔铁都不吃 但是当这位一身粗布衣裳 头发乱糟糟的人间 王者做完饭菜之后 身穿寻常衣物 却仍旧显得欲知金像 林宇俊朗雍容的天地 却拂袖和他坐在一起吃饭 老者看着自家天地面不改色的 把一个个黑布溜秋的玩意塞到嘴里 心疼得很 不是 帝君 犯得着吗 羽王大笑 有意思 帝君你实在是有意思 愿意和我一起吃我的饭的 你还是第一个 帝君神色冷淡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和我同列的 羽王咧嘴一笑 我就不一样了 我倒是不讲究这个 只要愿意的话 谁都可以和我一起吃饭 人多才热闹啊 帝君 你很得意 羽王得意洋洋 当然 我吃饭永远一大堆人一起 冤 女娇 还有气 还有路过的山神水神 你就始终一个家伙 孤零零的没个爸 多无聊 帝君平淡道 满嘴的胡扯 羽王放声大笑 帝君提起酒坛 和羽王的酒坛碰了下 羽王双手端起这天神佳酿 扬起脖子大口大口地灌酒 一部分酒液洒出来 落在胡须上 打湿了衣服 像是一只雄伟的猛虎 而帝君提起酒坛 对嘴饮酒的时候 仍旧潇洒异常 如同尊贵的凤凰 一顿酒肉后 帝君拂袖起身 到 大概是最后一面了 大荒的天地脚步顿了顿 侧眸看向重新被封锁起来的羽王 刚刚窥探的目光 是来找你的吧 我不会去追究 羽王 似闻命 帝君道 再见了 嗯 是啊 被封锁起来的羽微笑着低语 再见了 帝君 帝君被对着低语点了点头 大步离去 并不再回头 两人都知道这最后的再见意思是 地语的魂魄已支撑不住下一次的相见 看守着此地的神将抬起头 看到羽王似乎也沉浸在这种英雄之间惺惺相惜 彼此最后一面的悲伤氛围里面 心中一时间唏嘘 然后 羽王打了个宝格尔 神将 无声好的 氛围直接没了 屁的英雄惺惺相惜 不知道为什么 神将觉得如果不是被捆着 羽王搞不好会挠挠肚皮 然后躺在床上打哈欠 然后右脚脚趾扣大腿去挠痒痒 这样一个中年大叔样子 羽王此人 从来使人讶异 就不该对这家伙抱有什么期待感 神将心中吐槽 将帝君送出去之后 看到天地从容离去 而神将功功尽尽地送别了帝君 看向旁边的驼背老者 道帝君 似乎很看重地语啊 是 自古以来 与甚至于无法排在帝君对手的前十之列 老者道 但是力量强大超过他的 也不曾有人做到和帝君熬战三万里的壮举 到了最后五千里的时候 羽王其实已经战死 却又不肯倒下 魂魄持剑厮杀 壮阔惨烈 我现在回忆起来 仍旧心有余悸 他回忆那个厮杀的夜晚 面对诸神 浑身染血的男人如同猛虎苍蝇一般咆哮厮厮杀者 双手同时握持了轩辕剑和夜影剑 人族的怒吼响彻整个大荒 那一战的羽王证明了人的尊严和意志 绝不逊色于神灵的傲慢 所以 在女教的计策施展的时候 帝君没有出面 这代表着帝君本身认可 人族代表的智慧和勇气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帝君要对他 年轻的神将时宜 老迈的天地山山神回首看着那边懒散的豪迈男子 知道对方的表情之下 是在无时无刻都承担着魔力魂魄魄真灵的巨大痛苦 回答道 面对地方的英雄 真正的尊重是什么 是以全力去杀死他 这是帝君的看法 留守 是对彼此的侮辱 是对那一日孤身敖战三万里最终弃绝而死 身躯不倒的人族王者的侮辱 正是因为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尊重 帝君才会选择拼尽全力将他诛杀到魂飞魄散 老人叹息 所以 这也是帝君的桎梏 唯独与王这样的人才能有资格得到帝君的友谊 而作为内心认可和尊重的好友 帝君又必须全力将其杀死 在这交谈声中 羽王头颅垂下来 他的四肢和腰部都被锁链困住 那些细细的锁链往四面八方蔓延 越往外面蔓延 就越是粗壮 等到最后 这锁链的粗度甚至与比得上泰山的高度 没入了岁月和空间的浩瀚云海 但随着时间之云的涌动 锁链捆覆着的东西出现了 这五根锁链 每一根都捆绑在了一颗巨大的赤裂大日之上 泰山高度搬粗的巨大锁链 在这大日之上简直细微的如同发思 而这些巨大的大日之中 有着并非金屋的异兽嘶吼着爬行 拉着这座天地山以四缓石块的速度 巡游三界十方无穷世界 此乃天地行宫 五颗恒星落入四方 朝着不同方向流转 羽王的真灵就这样被死死地固定在了天地山 伴随着天地山的游荡 其魂魄被不断地魔力粉碎 直到最终将比落入归须更为彻底地消失在天地之间 可能 哪怕是羽王 这魂魄也支撑不住了吧 老者叹息 与此同时 龙虎山 赵财神 我没有恶意的 来 我给你介绍下 大义 好人啊 看着这长得多清秀 比起邢天那满脸横肉不帅气多了 你看 婴儿肥 可以捏的 手感特棒 非常治愈 哈 捏大义的脸是恐怖片 哈哈你在说什么 真的 不会对你动手的 快下来吧 真的只是想要和你好好谈谈 魏鸳鸯起头 无可奈何 赵公明飞得几乎要飞出大气层 或者说已经飞出去了 这家伙现在直接抱住了大阳彼岸新大陆国的导航卫星 死死抱住 不肯下来 也就是还有自我意识 情急之下没有抱了神舟的卫星 现在那一颗卫星几乎像是抱枕一样被揉碎掉了 魏鸳和大义站在高空大喊 赵公明怒喊 胡扯 我知道你养了一头饕餐 你连猎人都带来了 你自己又是厨子 你就是想要把我打成金屋 然后把翅膀给烤鸡翅膀了 我诅咒你今年比去年更穷啊 混蛋 为管主大怒 我家住着武财神关云长 我反弹 再说 我已经穷到没有办法更穷一步了 好吧 反正是真的不打算和你打架 也没打算做什么 你快下来吧 赵公明大喊 例字句 你例字句 我会想要把你打算